第198章,老警察小手段拥有过目不忘天赋,孙平安只是快速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就从汪洋一般的记忆中,将上一次听到赵老四这个名字的事情想了起来。 兵哥,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去吃烧烤,遇到的那帮混混吗? 就是被我一巴掌一个,全都扇晕了的。 王小斌想了想,不太确定到,带头那个是不是叫虎哥的? 对。 兵哥,你当时拿出警员证给那个虎哥看,他咋说的? 这假证是赵老四做的吧? 孙平安和王小斌一口同声道,上次俩人都没在意,以为就是个小贩子,抓到了,无非是没收所有工具,然后拘留。 最多就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那还得是由组织,造成恶劣影响,性质比较严重的。 更何况不是在北桥派出所的管辖范围,所以俩人把事上报给了市局,就没再去理会了。 这赵老四现在没去吃牢饭,要么是市局那边太忙,没腾出手来集中整治这一类的小案子。 或者是市局去抓了,但是没抓到。 王小斌立刻敲打起键盘,查找虎哥的个人资料。 孙平安则加快速度刨饭,估摸着,今晚上是不太可能有休息时间了。 舌有舌路,数有数到。 千万不要小乔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并且生存得很好的人。 虎哥虽然指个市井混混,靠着收卫生费养着手下,时不时还得客串一下清洁工。 但人家愣是在市中心买了一套180平米的房子,还取了对大学生,有了一双儿女。 光是这一点,恐怕就比整个韩城一半以上的老百姓生活得更好了。 在家里接到了王小斌的电话,虎哥套上一件羽绒服就冲下了楼。 羽绒服和棉拖鞋之间是两条毛茸茸的大腿,以及一条红色的大裤衩。 被寒风一刮,俩腿就跟安了小马达似的抖得那叫一个欢快。 王指,孙警官,抽烟,您二位抽烟。 虎哥一见到王小斌和孙平安,立马掏出烟。 这都快成混混见到警察的第一反应了。 孙平安本要按照警务条例,直接拒绝的,可他没有想到的是,王小斌竟然接了烟。 弄得孙平安也只能伸手接过来,要不然,会显得他和王小斌步调不一致,容易使虎哥产生别的想法。 王小斌掏出小卖铺两块钱那种防风打火机,给三人点上烟,慢条丝里地抽了起来。 孙平安有些疑惑,他们过来抽烟呢。 王小斌怎么不着急询问赵老四的信息呢? 一根烟抽了一半,虎哥就明白自己碰上经验丰富的老警察了。 年轻警察的话,直接就开门见山说事了,要么就是先威胁一通。 只有老警察才能沉得住气,而且折腾人,完全能不着痕迹,愣是让你挑不出半点毛病来。 王小斌和孙平安穿的是啥? 警察东庄标配,零下二十度照样满大街巡逻。 可虎哥呢?羽绒服在后,也不够长,遮不住腿啊。 被夜晚的寒风这么一吹,半支烟就已经感觉腿不是自己的了。 不止如此,都说风吹淡淡凉,虎哥感觉自己的淡淡都快冻住了。 王子,您就别调理我了,您有啥想知道的,尽管问,但凡我知道的,绝对不会有半点隐瞒。 虎哥现在已经不是腿在哆嗦了,整个人都跟摸了电门似的,说话时上下牙都在打架。 赵老四! 王小兵这才慢条思理地说出了名字。 虎哥愣了一下,显然是有些纠结。 王小兵也不着急,继续抽着烟,抽完后把烟头一扔,掏出自己的香烟,抽出三支,一人一支。 虎哥明显不想要,可王小兵直接塞到了虎哥的嘴里,并且给点上了。 我这包烟刚买的,一次三支,能分七次,一支烟抽完,咱就算五分钟,那就是半个点。 我刚才看到,你家小区外面有个小超市,里头有卖烟的。 我刚发的工资,虎哥骂了。 王小兵的意思很简单,咱们这就是一次普通的询问,说聊天也可以。 我既不打你,也不骂你,谁也挑不出毛病来。 你可以不说,只要你抗动就行。 王指,能不能先让我穿条裤子? 太,太冷了。 两句话的事,赶紧说完,我们还要去抓人呢。 王小兵笑呵呵地回答道,虎哥这下不敢抗了,替暗黑世界的人保守秘密。 可以,毕竟是混社会的,总要有规矩。 可是光着俩腿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寒风中死撑。 开什么玩笑,老子又不是,你轻便,死到又不死平到啊。 赵老四不是一个人,是个专门做假政的团伙,有十来个人。 这一点很好理解,赵老四类似于一个公司的名字,但是却可以很好地混淆警方视线。 让警方觉着赵老四就是一个手艺人,这样警方就不会太过重视。 一个大师傅,带撒徒弟,还有手下。 手下有搞宣传的,有搞接待的,有专门作证的,还有负责安全的。 分工明确,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犯罪组织了。 我也是跟哥们喝酒的时候,哥们喝大了,我听了一嘴,赵老四的窝,有四个,但是具体哪一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王子,我就知道这些了,您看我能不能,赶紧回去吧。 麻烦你了,要是真抓到人,这功劳挂你头上。 以后你要是再犯了啥事进去,提我名字。 王小斌的意思是说,你以后就算是我的线人了,万一真因为什么事被抓,能从轻处理。 谢谢王子,谢谢王子。 虎哥一叠声地道谢,转身就冲进了楼道。 至于打电话通知,就连孙平安这个才进入警队半年的菜鸟都知道,虎哥不可能,不敢,绝对不会去做。 虎哥掀了赵老四的底子这事,除了三人,就不能有第四个人知道。 要不然,虎哥不但没法在道上混,还要遭到各方面的报复。 任何一行,最恨的就是二五载。 打电话通知,跟自爆没啥区别。 甭管你是不是通知了对方跑路,你掀了人家的底儿是事实,咋补救都没用。 王小斌和孙平安走出小区,走了几百米,上了一辆警车。 三辆警车停留片刻,向着三个不同方向驶去。 侦查阶段,人不需要太多,人太多反而容易打草惊蛇。 虎哥给的前三个点,都是具体位置,很好找。 没人。 孙平安去小区转悠了一圈,一丝一丝回到车里,跟王小斌说道。 实际上,他坐在车里,别说一个具体的位置了,就算是整个小区都尽收眼底。 超人的眼镜透视功能,加上罪恶神眼,有没有犯罪分子,一眼扫过去就知道了。 王小斌直接开车直奔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有可能的窝点。 第199章,有枪的坏人,没子弹的警察,老梦巷子。 在寒城靠近西郊的地方,随着近些年老旧城区改造,这里也被划为了明年的拆迁区。 一大片至少40年历史的老住宅,而且全都是平房。 建房的时候就没啥规划,这边一间,那边一户。 大的带院,小的跟个移动公厕差不多。 家里人口多了,就在外面搭个厨房,建的杂物件。 结果这片区域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迷宫。 不熟悉路况的人,进去绕两圈就能迷路。 最后还得靠着本地居民帮忙带路,才能顺利地出去。 在不确定具体位置的前提下,想要找到对方,那真的是和大海捞针没啥区别。 不过,警察自然有警察的路子。 王哥,这个长得普通,甚至有些猥琐的年轻男子是王小斌的线人。 小刘,知道这片哪家是做假证的吗? 王小斌对自己的线人就直接问了。 做假证?没听过呀。 线人的表情不像是撒谎。 你仔细想想,线人把手插进袖子里。 想了半天,还是摇摇头。 王哥,我就在这边混的,你要说小赌场,半野门的,狗场,铁匠铺,那些我都知道。 可做假证的,我是真没听过。 王小斌郁闷了,不知道具体位置,他们总不能挨家挨户地查过去吧。 那不变成大张旗鼓了? 就他们这十五个人,别说查到天亮了,就算是查一个月也没用啊。 毕竟做假证的也不是傻子,收到丰盛,早就撤了。 难道还等着警察过来抓啊? 那不成我好市民了吗? 你说这片有铁匠铺? 孙平安忽然开口问道。 是啊,铁匠铺,四家呢? 这四家,每家大概有多少人? 孙平安问道。 线人根本没有半点迟疑,直接回答道。 东边老周家是爷俩,西边老李家是哥仨,南边那个是几个年轻的,买的高级设备,整的贼专业,专门搞高级定制刀具的,就是什么大马士革刀,一把就要好几千上万,贼赚钱。 还有一家是专门做菜刀的。 做菜刀的? 孙平安愣了一下,这家有多少人? 线人想了想道,那就不清楚了,反正人不少,咋都有个七至八个吧? 也不是天天开工,一礼拜开个一次两次吧? 就是这家,孙平安非常肯定道。 啊? 为啥? 因为人多。 王小斌有些不解。 王指,你家菜刀用多少年了? 孙平安问道,出任务,自然不能叫兵哥。 用多少年? 那谁记得啊? 好像打我记事起,就没换过。 王小斌说到这里,立刻明白了。 铁匠铺,打铁钉,打工具,打菜刀,那都是有啥活做啥活。 就没听说过有铁匠铺是专门打菜刀的。 因为这种铁匠铺,售卖的对象是城市里的普通老百姓。 不像那些专业卖菜刀的百年老字号,把菜刀卖向全国,甚至外国。 可是哪个普通老百姓家里,备好几把菜刀啊? 还不都是一把菜刀用上几十年? 你只要不是天天砍大骨头,没事去剁砖头玩,菜刀怎么可能随便就坏掉? 又不是某些把自己当大爷的百年老字号,拍个算都能断成两半。 七至八个人,一礼拜开工一至二次,能打出多少菜刀? 估计卖掉的菜刀,连饭钱都不够呢。 王小斌刚才是没往这块想,孙平安稍一提醒,他立刻就明白了。 为啥每个礼拜开工一至二次? 不是真的打菜刀,而是利用机器的锻造声掩盖住印刷机、打板机等设备的噪音。 而且,锻造菜刀的机器都是那种傻大笨的,还特别费电的。 用这种方式,也能够掩盖住耗电量大的问题,不会轻易被人察觉出这里有问题。 小刘带路,王小斌立刻做出了决定,就是这儿了。 有原住民在,十五名警察跟在后头,脑袋都绕晕了。 前面走到头,左拐第二间院子就是。 众警察顿时提起了精神。 五十米,三十米,近了,更近了。 过了拐角,那间院子已经进入到了视线当中。 再靠近一点,就可以散开,形成包围圈了。 就在这时,不知道怎地,居然惊动了一条狗。 这狗早不叫晚不叫,偏偏在现在这个最紧张的结果眼, 狂吠了起来。 这种有年头的老居民区,三户人家里, 至少有一户人家,养狗看家护院。 一条狗也许没啥,可架不住连锁反应啊。 这一条狗一叫唤,整个居民区所有的狗都狂吠起来。 原本寂静的居民区,瞬间热闹得跟开锅了似的。 已经近在咫尺的小院,三间大厢房, 能够清楚地看到,有人将窗帘拉开一角,向外看情况。 还能从窗帘上看到里面人影绰绰, 那慌乱的架势,分明是有问题。 不好,围上去,不能让人跑了。 王小兵面色大变,大吼的同时,也加快了速度, 向着前方的院落冲去。 孙平安跟着王小兵往前冲, 其他13名警察则快速散开, 将整个院子前前后后围了起来。 里面的人听着, 你们已经被警察包围,马上放下武器投降。 王小兵大声叫道, 回答他的是对方的率先攻击。 小心。 孙平安一把将王小兵扑倒在地。 枪声从三间大瓦房中跟抱豆子一般响起, 所有人都有点傻了。 谁能想到, 不过是抓一个做假证的小作坊而已, 对方手里竟然有枪, 而且还不止一把。 这尼玛, 整个北桥派出所也做不到人手一枪了。 可这间小作坊却做到了。 王小兵顿时大怒, 掏出手枪, 一边大喊着开枪, 一边不断扣动扳机。 王指, 把枪给我。 孙平安大声喊道, 没了。 王小兵借着院子里的锻造机器遮挡, 回了一句。 啥玩意儿没了? 我要枪。 孙平安有些猛逼。 这枪不就在你手里吗? 咋就没了? 王小兵把弹夹一泻, 晾给孙平安看。 孙平安, 不是, 你出来执行任务, 就带一个弹夹啊。 我他妈也没想到, 对方会有枪啊。 王小兵比孙平安还要郁闷。 查抄一个制造假证的小作坊而已, 又不是抓毒扫簧。 更不可能是抓捕重大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 但凡那些特危险的犯罪嫌疑人, 早就被市局给揽过去了, 根本就没派出所啥事啊。 所以, 带枪只是起到威慑作用, 王小兵甚至都没想到竟然真的会发生枪战。 孙平安看向另外两名有资格配枪的老警察。 果然, 和王小兵完全一样, 这二位老哥打空了子弹后, 熄火了。 警察没有子弹了, 大家准备跟我冲出去。 一个声音在屋子里传出, 那嚣张劲儿显然根本就没把外面的警察当回事。 说来也确实, 现在形势逆转。 没有枪的警察, 除了身上的制服外, 不就是普通老百姓吗? 对上有枪的犯罪分子, 还真就跟带宰羔羊没啥区别。 王小兵顿时急了, 撤撤撤。 王小兵大声叫道, 现在上去拦着, 那不叫英勇无畏, 而叫送人头了。 众警察也知道现在唯有撤退, 才能避免重大伤亡, 纷纷跟着王小兵向后撤去。 忽然, 王小兵愣了一下, 胖子, 胖子呢? 众警察齐齐回头, 就看到孙平安从锻造机器后面站起来了。 第二百章, 小李飞, 菜刀, 胖子, 快撤啊! 王小兵急得大叫, 其他警察也都大声叫了起来, 唯恐这胖子在喧闹的夜晚听不到。 孙平安没有工夫去理会他们, 因为, 已经有人从厢房大门中拿着枪冲出来了。 在大厦, 除了军警之外, 敢拿着枪, 还敢和警察对着干的, 全都被视为亡命之徒。 如果孙平安现在撤了, 这帮亡命之徒万一被激起了性子, 追杀他们怎么办? 一边是赤手空拳, 有枪没弹的警察, 一边是人手众多, 几乎人手一把枪的亡命之徒。 到时候, 警方的伤亡会有多惨重。 这些可都是朝夕相处的亲密同志, 战友。 孙平安有系统在, 兑换个全方位防弹依旧安然无事。 可他们呢? 甭说死亡了。 谁挨了一枪, 孙平安都能心疼, 难受死。 所以, 孙平安不能退, 不但不能退, 还要顶着枪林弹雨往上冲, 给他们争取更多的撤退时间。 可惜, 孙平安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在大厦, 无论是军人, 还是警察, 遇到危险的时候, 都有一个牢固不变的信念。 不抛弃, 不放弃。 所以, 王小兵他们本来都撤出去十几二十米了, 居然全都转身, 乌傲喊叫着冲了回来。 孙平安为啥有一种在战场上, 冒着敌人的疯狂射击, 不顾一切冲锋的感觉呢? 孙平安来不及感慨, 因为从厢房中先冲出来的三个枪手, 已经发现了他, 并且准备瞄准他了。 孙平安目光快速在身旁扫过, 而后在锻造机器上定格。 这个假正作坊, 为了掩人耳目, 弄了两台锻造机在院子里, 挂羊头卖狗肉, 走个行事而已。 在锻造机上, 落放着几十把菜刀的刀胚。 就是那种已经初步有了菜刀的雏形, 但还需要进行脆火打磨, 再安上把手, 开刃, 才算是一把成品菜刀。 孙平安眼看着对方已经抬起了手枪, 枪口指向了他, 没有丝毫犹豫, 就做出了应对。 系统, 兑换全方位防弹衣。 在全防弹衣覆盖孙平安全身的同时, 孙平安的双手已经抱起了一摞子, 大概十多把菜刀刀胚。 而后左手捧着刀胚, 右手抓起一把, 向着三名枪手中的一人就砸了过去。 双方之间的距离不到五米, 都说三步之内刀快, 三步之外枪快。 事实如此, 当孙平安扔出第一把菜刀的时候, 三声枪声响起。 孙平安感觉自己的下巴, 胸口, 肚子各被戳了一下。 而在不到零点五秒之后, 其中一名枪手瞪大了双眼, 根本来不及躲闪, 就被菜刀砸中的脑门。 整个人都被这股巨大的力道砸得后翻了出去, 重重地落在地上, 没了动静。 令两名枪手对视一眼, 还想开枪。 可惜, 第一次机会错过, 就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 孙平安右手连续甩了两下, 一种无比奇妙的感觉瞬间袭遍全身。 一股无形的力道沿着他的手臂、 胖手传导到了菜刀刀胚之中。 两把菜刀刀胚在空中打着线, 直奔两名枪手面门去。 两名枪手已经看到了同伴的下场, 下意识地做出了闪避的动作。 而且, 闪躲的方向各不相同。 另二人骇然的事情发生了。 明明走直线的菜刀, 却如同足球场上贝克汉姆踢出的香蕉球一样, 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弧线。 就好像, 孙平安已经预判了他们两个的闪躲, 就是要往他们闪躲的地方扔菜刀的。 就好像, 他们两个的闪躲, 是主动将脑袋凑过去, 用脑袋迎接菜刀的到来一样。 扑扑, 两声闷响几乎同时响起。 两名枪手瞪大了双眼, 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脑袋上欠进去的两把菜刀, 倒地儿亡。 唐伯虎典秋香里有一句经典台词, 谁说, 没有枪头, 就扎不死人? 小李飞刀他妈的飞刀, 那是普通的飞刀技术吗? 没开刃又如何? 头骨很硬又如何? 照样砍进去, 照样要你命。 接下来, 孙平安就开始了他的表演。 两台锻造机器上摆放的菜刀刀胚, 没有八十个, 也有五十个。 孙平安刚开始是左手拿, 右手甩, 左手同样可以用小李飞刀他妈的飞刀, 索性左右开弓。 如果有BGM的话, 应该是旋转跳跃我闭着眼, 王小斌和其他十三名警察冲过来的时候, 只看到院子中, 孙平安跟跳舞一样, 双臂每一次挥舞, 都有一把菜刀打着线飞出去。 用漫天菜刀引来形容, 可能太夸张了。 但那一把把菜刀飞射的画面, 还是让他们经不住停下脚步, 瞠目结舌地充当起了观众。 估计李循欢他亲娘也没想到, 有一天, 却绝对不会弱上分毫。 一把把菜刀旋转着从窗户, 大门飞射进三间厢房当中。 刚开始还有反击的枪声, 但是很快, 枪声就被此起彼伏的惨叫声取代。 当孙平安再一次伸手, 却摸了个空。 这才发现, 两台机器上所有菜刀刀胚都已经用光了。 上! 王小斌带人快速上前, 将死在厢房门口的三名枪手的手枪捡起来, 带着两名老警察小心翼翼地进入了厢房大门。 三人先是齐齐发出了一声卧槽, 然后王小斌转身就冲了出来, 俯身在院子里哇哇直吐。 另外两名老警察则冲进去, 不许动, 举起手来, 谁敢动我就开枪了。 其他警察虽然不明白王小斌到底看到了什么, 竟然吐得跟肠胃炎似的, 也都纷纷涌入了厢房中。 然后, 至少五名年轻的警察转身又冲了出来, 跟王小斌一样哇哇直吐。 在厢房当中, 至少有两名警察甚至都来不及冲出来, 就狂吐起来最后是连滚带爬的从大门踉跄而出的。 孙平安在扔菜刀的时候, 只要看到人影, 头脑中就会出现一个念头, 往那扔。 可具体扔出去菜刀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 孙平安一边好奇这些同事的反应, 一边走进了厢房。 然后, 他明白了, 厢房当中有四至五个人, 头上躯干, 四肢上挂着好几把菜刀刀呸。 每一把菜刀刀呸都和开刃的菜刀一样, 切入了他们的身体, 残肢断壁, 鲜血喷剑。 凶杀案的场面在眼前这个场景下, 那都算是小屋见大屋了, 也怪不得王小斌和那几个警察会吐成那样。 这场面没一点精力, 神经不够强韧的那是真受不了。 没晕过去就算不错了, 还有五个人应该是见机不妙, 躲在了角落里并且用一张厚实的大桌子挡住了。 桌子上后面的墙壁上横七竖八砍满了菜刀刀呸。 反抗?开什么玩笑? 这尼玛菜刀纷飞, 刀刀奔着人来, 谁看到不怕呀? 尤其是当他们看到挂掉的那几个同伴的惨状时, 哪还有反抗的心思啊? 胆子都被吓碎呼了。 见到警察, 这五个家伙就跟见到了亲爹一样, 哭得比月子里的娃都夸张, 抱着警察就不撒开了。 弄出厢房的时候, 背下的浑身哆嗦, 俩腿就跟面条似的一点力都踢不起来。 是被两个警察一组给拖出来的。 王小斌无奈之下, 只能向总台呼叫支援, 让市局专业人士过来收拾残局。 不是王小斌想要把功劳让出去, 而是, 这场面, 北桥派出所是真的没能力收拾残局啊。 抓赵老四贾政集团行动, 完成。 第201章, 胖子, 你要老婆不要? 整个老梦巷子从未这么热闹过。 警灯亮了一整晚, 脚步声就没停过。 整片区域的狗, 嗓子都叫哑了。 事后盘点, 赵老四贾政集团一共13人, 一个都没跑掉, 被一网打尽了。 当场死了8人, 存活5人也都被吓破了胆子。 5个家伙一进审讯室就竹筒捣豆子, 啥都招了。 对方之所以人手一枪, 是因为买他们贾政的主要群体, 是那些身上背着通缉令的狠人。 为了防止这些人搞事情, 特地搞来了枪, 做出的防范。 没想到第一次用, 就来了个全军覆没。 被孙平安扔菜刀刀砒砍死的那8个倒霉弹, 其中有3人是B级通缉犯, 身上背着人命关死的。 另外5个也不是什么好鸟, 反正敢拿枪跟警察对射, 那能是好人吗? 死了, 那就死了呗, 而且是死不足惜, 死有余辜的那种。 主谋赵宇, 更是挂着A级通缉犯的悬赏, 而且还查获了两台笔记本电脑, 硬盘里储存了这个假证团伙, 做出的所有身份类假证。 根据照片对照, 又查出来7个A级通缉犯, 12个B级通缉犯。 通过这些信息去查, 相信距离他们落网, 不远了。 北桥派出所这次的行动, 战果丰厚。 孙平安, 这么大的事情, 为什么不通知我? 孙平安, 你是不是瞧不起女人? 孙平安, 第二天上班, 警贤在得知昨晚派出所的大行动后, 直接怒了。 他身为派出所所长, 居然没有收到通知, 没有参与行动。 这能忍? 警贤不在乎什么功劳, 他在乎的是成就感啊。 然后, 警贤就把孙平安给缠住了。 那真的是, 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 狗皮高药也就这样了。 按理来说, 警贤就算是要找人麻烦, 那也应该去找王小斌才对。 可谁让王小斌, 昨晚吐得稀里哗啦, 和另外几名警察, 连夜被送入医院, 还要搭上两个心理治疗师。 所以, 警贤自然要抓孙平安麻烦了。 上班时间, 警贤是所长, 孙平安就是人家手下一小民警, 要换个时间, 换个身份。 孙平安早就一巴掌拍过去, 一脚踹警贤屁股上, 给他踹个大马趴了, 指望胖爷怜香惜玉。 想屁吃呢? 可如今, 孙平安只能用执勤作为借口, 逃命一般逃出了北桥派出所。 今天已经是执勤的第四天了, 按照三天轮换规则, 本不应该是孙平安执勤。 可无奈, 后面轮班的几名民警, 都跟王小斌一起进医院心理治疗去了。 人手短缺是警戒最常见的事情, 谁手头上都一大堆事要忙, 孙平安不顶上, 还能指望谁。 孙平安来到北桥中医院警务执勤点, 往帐篷里一看, 好家伙, 差点没下着。 老爷子就跟自己上班一样, 早早就已经坐在了执勤点中, 还把火炉子给升了起来。 关键是, 帐篷里坐着十好几位老头老太太, 把整个帐篷塞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 客瓜子儿, 喝茶水儿, 聊大天, 你们跑这儿来开夕阳红茶花会了。 一看到孙平安, 老爷子蹭一下跳了起来, 伸手一指, 大叫, 他就是我说的那个胖子。 好家伙, 一帮老头老太太, 呼啦一下就把孙平安给围上了。 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的嘛, 今年多大了? 小胖子, 你要老婆不要啊? 小胖子, 你可曾许配了人家? 孙平安? 什么鬼? 可曾许配了人家? 这话用来问一个男人, 合适吗? 难不成, 继总医院差点变成公共文之后, 现在又要往坠续文上发展了。 老爷子看出孙平安的手足无措, 连忙上前解围。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呢? 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 小胖子的老爷是赵景元, 你们过来让他得检查检查, 有病治病, 没病保养。 怎么就成相亲大会了? 老里头, 你孙女比小胖的还胖, 你也好意思介绍。 老巫婆子, 你丫头都四张开外了, 你是准备给人家找个妈? 还有你, 老封头, 什么叫你手头上有大量少妇资源, 你家开幼儿园的? 你这么做, 不怕那些孩子的爹把你家幼儿园拆了? 孙平安, 老爷子这不提醒还好, 这一提醒, 老头老太太们就跟疯了似的, 把孙平安围得更紧了。 一个个伸手到孙平安面前, 差点对孙平安鼻孔和嘴巴里。 哎, 你们干啥呢? 排队, 都排队, 还有没有点素质了? 你们当这是去超市抢鸡蛋啊? 排队, 全都排队。 终于按规矩派好了队。 问题是, 孙平安是来执行的警察, 不是来做诊的医生啊。 不过看这些老人家一个个期盼的眼神, 孙平安也只能硬着头皮充当起医生来了。 老太太, 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右侧后肩胛骨这个位置总是疼? 一位胖乎乎的老太太一拍大腿, 哎呀妈呀, 这是神医啊, 我啥都没说, 就这么一号卖, 就说得一点都不差。 后面的老头老太太也是惊呼一片, 大家都认识, 平日里身子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也都会在闲聊中说出来。 所以, 相互之间都很清楚, 自然也就知道孙平安所言不虚。 孙平安哪是单纯的好卖啊? 他还用超人的眼镜给老太太来了个全身透视呢? 老太太忐忑地看着孙平安, 问道, 小胖, 不对, 是胖医生, 我这身体是不是得了啥绝症啊? 孙平安摇头笑道, 您这身子骨, 结实着呢? 一点毛病都没有。 这不可能啊。 老太太叫道, 我总感觉凶闷, 孙平安直接接话道, 胸闷气短, 呼吸不畅, 走两步就感觉特喘, 上个楼就喘得不行对吧? 对啊, 我肯定是心脏出了问题。 老太太连连点头道, 孙平安哭笑不得, 孙平安凑到老太太耳旁, 低声道, 您回家换个宽松点的内衣就行了。 老太太一张老脸, 瞬间羞红了。 估摸着, 甭说老太太自己了, 有一个算一个, 要是听到孙平安的结论, 都会觉着, 这咋那么扯淡呢? 可是事实, 它就是如此啊。 第202章, 连锁反应, 不是, 这跟我的内衣有啥关系啊? 老太太直接不满地嚷嚷起来了, 七十多岁的年纪, 不像年轻人, 说个话还遮遮掩掩掩的, 这么大年纪, 早就昏速不济了。 孙平安无奈解释道, 这么说吧, 老太太, 您有点焦虑症的症状, 不严重, 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会表现出多疑的情况。 比如说, 怀疑自家老伴, 是不是和央得队的老太太勾搭上了, 是不是自己老了, 没有魅力了, 然后就一个劲地打扮自己, 可您却发现, 自家老伴却越来越不稀罕你了。 众人纷纷点头, 这老太太都七十多了, 涂脂抹粉, 穿得花里胡哨的, 一头银发, 愣是染成一头黑发, 还弄了个黑长直, 一张老脸, 弄得跟装潢刮大白似的, 这尼玛, 要是晚上出门, 灯光再昏暗点, 那跟我内衣有啥关系, 孙平安暗叹一声, 因为那一穿小一号, 聚拢效果更好啊, 显得您胸更挺拔啊, 这年纪, 大点的都能垂到肚脐眼了, 非要弄得特别挺拔, 那当然了, 我都这个年纪了, 再不美, 过几年就成一和灰了, 当然要抓住最后一点夕阳的尾巴, 好好的美美了, 老太太, 还在那阵阵有词呢, 孙平安连忙说道, 就因为您用了小一号的内衣, 太紧了, 所以会感觉胸闷气短, 好像胸口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 然后, 您平日里接触的人群, 年纪跟您差不多, 多多少少会有心脏问题, 比如说关心病, 或者是做了支架, 见多了, 听多了, 就会觉着, 是不是自己的心脏也出了问题, 您一定去医院, 做过很多次心脏检查了吧, 甚至还强迫医生, 给您做过心脏噪影, 哟, 小胖子, 你是怎么知道的, 老太太这下惊讶了, 心脏噪影属于微创手术, 甭说一般人了, 就算是专业的医生, 都不一定能看得出来, 孙平安无奈道, 刚才给您耗脉的时候, 您的右手手腕, 有噪影留下的痕迹, 心脏噪影, 从右手动脉传入导管, 直通心脏, 可通过药物辅助, 看清楚心脏内的血管情况, 医生一定跟您说过很多次, 您的心脏没有毛病, 但是您不信, 于是您在生活中, 就会注意到心脏的问题, 这体现在方方面面, 比如说饮食, 比如说睡眠, 您一定习惯于靠右侧身睡眠吧, 你你你, 你怎么知道, 老太太都快要惊了, 这胖子说得也太对了, 就因为您靠右侧睡眠, 而且是长时间不变换睡姿, 导致右肩又被肌肉长时间被压, 肌肉酸胀, 这就是您右后肩位置痛的真正原因, 只要您换一套宽松内衣, 就不会感觉胸闷气短, 您就不会觉得自己的心脏出问题了, 睡觉的时候, 多变换几种睡姿, 别总压这个地方, 您这点小毛病啊, 不用打针, 不用吃药, 两三天就能痊愈了, 当然, 如果您总是胡思乱想的, 那么, 就算您现在的小问题解决了, 其他问题也会出现的, 孙平安一口气说完, 甭说老太太了, 周围的这些老头老太太都惊了, 好家伙, 这是医生看病吗, 这分明就是江湖上的神算大师, 在看向呢, 要知道, 老太太就是按照男左女右的说法, 把右手腕一地, 剩下的可啥都没说啊, 可孙平安呢, 就一号脉, 上下一打量, 这个那个, 说的那叫一个清清楚楚, 就跟与老太太朝夕相处一样, 就问你惊不惊人吧, 胖医生, 那我就没有其他毛病了, 老太太小心地问道, 没了, 不过我跟您说句实在话, 您本身底子就挺不错的, 没必要特地学人家小姑娘去打扮, 自然美, 才是真的美, 您放宽心, 别瞎捉摸, 长命百岁就跟完事的, 老太太抓着孙平安的手, 就不撒开了, 胖医生, 我那孙女贼漂亮, 虽然当当离婚, 但是没有孩子, 你们年轻人不都说, 年少不知少父好, 错把少女当做宝吗, 要不, 一会我把我孙女带过来, 你们处处看怎么样, 孙平安跟处电一样抽回了手, 下一位, 这一招好使, 老太太还想多介绍孙女优点, 就被其他老头老太太, 给轰到一边去了, 第二位是个老头, 瞧那精神头就差, 老爷子, 您经常头晕, 眼花, 腰酸背痛, 便秘, 失眠多梦, 对对对, 老爷子双眼放光, 脑袋刮狂点, 众老头老太太交头接二, 赞许的一个劲点头, 一名医生有没有本事, 简单几句话, 直击重点, 说得全重, 这就是本事, 小事儿, 您这是干忘皮须, 我给您开个方子, 您去中药铺照方抓药, 三碗水煮成一碗, 睡觉前喝一次就行, 保证您一觉睡到大天亮, 啊, 我没有纸笔, 您稍等, 我去对面小店买纸笔, 孙平安话音刚落, 后面几位老头老太太就奔了出去, 不用, 这种小事儿, 我们去, 片刻后, 一帮人抱着厚厚一叠稿纸, 抓着一大把中信笔跑了回来, 孙平安把药方一写, 老头老太太当中, 有喜好书法的, 立马眼睛就亮了, 胖医生, 您这笔字太他妈漂亮了, 是啊, 我瞅着, 比我们士书法协会的会长, 写得还漂亮, 我看啊, 胖医生的字, 比那些书法大师的字, 漂亮多了, 你可别遭见人了, 啥书法大师啊, 都他妈自封的, 一个个不要个臂联, 写得跟鬼话符一样, 他自己都未必认识自己写的是啥, 胖医生, 回头我弄点上好的毛笔宣纸, 您给留个墨宝呗, 孙平安一边写药方, 一边笑着应付, 我这两笔字可难登大雅之堂, 您老几位抬去了, 咱们今儿个只看病, 可不是吗, 一个警察, 执勤的时候给人看病, 就已经够夸张了, 这要是再铺开宣纸, 给人家写毛笔字, 那就过分了呀, 更何况, 这天寒地冻的, 估计写俩字, 毛笔都能动宣纸上, 孙平安还是不找最瘦了, 中医四诊法, 配合上超人的眼镜, 诊断速度那叫一个快, 准确性百分百, 咱不敢说, 可八九不离十, 绝对没问题, 转眼间, 一帮老头老太太, 就都被孙平安挨个看完了, 问题是, 国人都有凑热闹的爱好, 那些病人家属, 前来看病的病人, 瞧见孙平安这么厉害, 关键是, 他不要钱啊, 竟然也跟着在后面排起了队, 等到孙平安发觉, 事情不太对头的时候, 这都排出去小二十米了, 而且, 他都已经给几位年轻的, 中年的患者看过病了, 总不好就这么罢手, 只能继续看下去了, 反正执勤也没啥事, 闲着也是闲着, 就当练手积累经验了, 就在这时, 孙平安看到几个年轻人, 拿着棍棒, 嚣张跋扈, 目标明确地向他走过来, 孙平安顿时明白过来, 这是昨天抓的小偷的同伙, 过来报仇来了, 第203章, 老富疗发少年狂, 都让开, 别伤到你们, 孙平安连忙大声提醒众人, 胖一声, 他们是谁啊, 老头老太太们, 七嘴八舌地问道, 应该是我昨天抓的小偷的同伙, 过来找我报仇来了, 跟你们没关系, 都散开, 别伤到你们, 孙平安现在越发想要弄上一套飞刀了, 他们近身就全倒定了, 老头老太太们对视一眼, 纷纷跑进了帐篷里, 孙平安看着那些后排队的患者和家属们散开, 这才松了一口气, 右手在腰间一摸, 一甩, 都给我站住, 你们敢袭警, 就别怪我不客气, 孙平安用警棍指着这帮已经来到近前的小混混们, 大声警告道, 死胖子, 你他妈当好你的看门狗就行了, 敢多管闲事, 抓了我们那么多兄弟, 今儿个, 老子, 带头的混混, 狠话还没说完呢, 从孙平安身后就爆发出一声怒吼, 紧接着, 这帮老头老太太们就从孙平安身体两侧, 如同出龙猛虎一般冲了上去, 小混混们看着这帮老头老太太都惊了, 啥情况, 这是打还是不打啊, 别看他们混社会的可除非是那种丧心病狂的人, 否则的话, 在东北大地从小接受的就是尊老爱幼的传统教育, 对一帮跟他们爷爷奶奶年龄相当的老头老太太动手, 他们不敢啊, 而且, 就算他们敢动手, 也要考虑到严重的后果, 在北方, 对老头老太太动手, 对女人动手, 对孩子动手, 那都是不可饶恕的, 会引发众怒的呀, 就在这些小混混们愣神的一眨眼功夫, 这帮老头老太太就已经冲到了他们面前, 下一秒, 这帮小混混就被淹没了, 敢欺负胖医生, 知道老子是谁吗? 老子当年是武功队队长, 老子当民兵队长的时候, 你们还他妈是蛋白质呢? 老子我是双结棍俱乐部荣誉教练, 看见, 那些经历过战争的老头也就算了, 可这帮老太太, 竟然也不是擅长, 一个个英姿飒爽的, 人手一把长剑, 愣是弄出了石神, 里头女主的炸裂气势, 就是那个, 我手拿两把西瓜刀, 从波兰街砍到, 孙平安将前市税务局局长的那位老爷子拉了过来, 老爷子, 这帮老太太都是干啥的呀? 老爷子黑黑一笑, 他们都是练太极剑的, 这不我早上出门溜达, 碰到了, 把你的医术一说, 他们早锻炼完, 连家都没回就过来了, 孙平安京? 太极剑? 你确定, 他们不是曾经街上混的十三妹吗? 等到老头老太太们散开, 孙平安再一看, 好家伙, 这帮小混混, 被揍得那叫一个惨啊, 尤其是其中几位, 身上的羽绒服, 大棉袄, 全都被割成一条条的, 里面的羽绒, 乞丐见了都要嫌弃地催上一口, 棍棒钢管散落一地, 小混混们全都双手抱头蹲着, 有几个还被揍哭了, 都哭抽抽了, 可见心中的委屈有全世界那么大, 这个小插曲, 很快因为北桥派出所来人而结束, 孙平安的治病之旅, 仍在继续, 北桥中医院里, 各科室的医生护士都猛了, 虽然北桥中医院因为领导层被一锅端, 名声受到了影响, 可医院毕竟是医院, 只要有患者, 总不至于关门大吉, 今天却出了怪事, 刚开始上班的时候, 还接待了几个病人, 时间到了上午十点, 随着最后一个病人离开, 这帮医生护士就彻底闲了下来, 愣是没有一个病人进来, 这种情况, 哪怕是中医院刚开业的时候, 也没遇到过啊, 而且这种情况, 并不是一个科室两个科室, 而是整个门诊大楼, 急诊大楼的所有科室, 这就奇了怪了, 不好了, 周医生, 有人在大门口立了摊子, 在抢咱们的病人呢, 所有病人都跑大门口排队去了, 一名护士匆匆跑了过来, 大声叫道, 就像是捅了马蜂窝一样, 门诊这一层的主任, 副主任, 医师全都跑了出来, 然后带动着整个门诊大楼的医生, 全都冲了出来, 断人财路, 如杀人父母, 叔叔可忍, 沈沈都不能忍啊, 等到他们冲出门诊大楼, 往医院大门口一看, 好家伙, 就算是早级都没这么热闹过, 整个大门口被堵了个严严实实, 偏偏一点都没有混乱的感觉, 因为一帮老头老太太, 正在义务维持着秩序呢, 等到众医生跑到近处再一看, 队伍的最前面, 坐着个穿着警服的胖子, 身边立着个大纸板, 上面写着, 警务室, 这胖子装模作样的, 正在给一位中年人好卖呢, 用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来形容, 绝不为过, 这死胖子, 先是把整个中医院领导层, 来了个一锅端, 让他们的收入直线下降, 又鼓动税务局局长, 对他们之前的收入, 缴税情况进行彻查, 让他们将装在口袋里的钱, 还要掏出来一大半去缴税, 今天, 这死胖子, 竟然在中医院门口立摊, 把他们的病人全都给抢了, 这能忍? 孙警官, 你一个警察, 瞎胡闹什么? 看病是你一个警察能做的事情, 你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了呀? 这要是误诊了, 到时候算是你的责任, 还是我们北桥众医院的责任? 新院长孟子晨愤怒地大声呵斥道, 就是, 你一个警察, 装什么神医? 你有刑医资格吗? 就随便给人看病, 我要向警局投诉你, 让他们好好调查调查你, 众医生七嘴八舌地呵斥, 威胁起来, 孙平安不屑地瞥了这些人一眼, 我有没有刑医资格? 你们说了不算, 自己上那种茶去, 我叫孙平安, 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孙, 平平安安的平安, 查完了再跟我说话, 没看我忙着吗? 孙平安的态度, 直接激怒了这帮院长, 主任, 医生, 去把我的笔记本电脑拿过来, 我现在就查, 孟子晨冲着秘书大声吼道, 秘书把腿就跑向了行政楼, 片刻后, 秘书抱着笔记本回来了, 然后特狗腿地当起了人体电脑桌, 孟子晨登陆国家医疗系统内网, 输入了孙平安的名字, 很快, 一个档案跳了出来, 照片上, 一个胖子憨笑着, 看模样有点傻乎乎的, 不是孙平安? 还能是谁? 一帮有身份的人凑在孟子晨身旁, 在看到孙平安介绍后, 全都傻了。 第204章, 人家是小姑娘, 资格考试, 理论满分。 中医诊断, 全科, 专家级。 中医骨科, 专家级。 中医临床, 专家级。 心外科, 专家级。 针灸推拿, 专家级。 最令人惊骇的是, 脑外科, 世界权威级。 所有人都惊了, 见过牛逼的, 还真是头一回见过牛逼到这种程度的。 行医资格考试理论满分。 这个, 只能用牛逼来形容。 毕竟这些医生们, 都是从体海中, 一次次考试中, 过五官斩六将, 闯出来的。 行医资格考试, 一年比一年难。 想要及格就不容易, 想要得高分更难。 而想要满分, 那简直就不是人能做出来的事情。 更夸张的是, 这胖子不是一个警察吗? 为啥中西医那么多科, 全都是专家级? 最他妈恐怖的是, 脑外科竟然是世界权威级? 这里面随便一个, 那都是个大医院争抢的对象啊。 这样一个人, 竟然是警察? 说出来谁信啊? 孟子晨甚至关闭网页, 电脑关机重启, 再开内网查看。 然后又关闭网页, 打开杀毒软件, 全面杀毒一遍, 又重启了电脑。 因为他觉着, 自己的电脑是不是中病毒了? 或者,自己出现幻觉了? 孟子晨再三确认了 孙平安的行医资格后, 憋了半天, 才憋出来撒字。 我不信。 老邱, 你是咱们医院内科主任, 你上去试试他的成色。 北桥中医院内科主任秋天花, 50岁出头, 从事中医内科小30年, 论经验, 论医术, 在整个韩城中医系统里, 都能排得上好。 秋天花满脸严肃地, 来到了孙平安的身旁。 孙平安抬头瞥了一眼, 正好刚刚结束了一名患者的诊断开放。 孙平安直接起身, 让开了位置,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来看病的患者, 是位20岁出头的小胖, 坐下之后。 医生, 左手还是右手啊? 小胖问道, 秋天花认真道, 都可以, 诊脉并没有男左女右的说法。 小胖这才将左手放在了脉枕上。 秋天花以四指搭脉, 眯着眼睛, 认真地感受着指尖传来的脉动。 短短几秒后, 秋天花的眉头越皱越紧, 换另外一只手。 秋天花到, 小胖连忙将右手换上了脉枕。 秋天花再一次枕脉, 然后差点没哭了。 我, 我这辈子还是头一回碰到这么奇怪的脉相。 周围一帮医生都惊了, 醒一小三十年, 头回碰到这么奇怪的脉相。 难道说, 那个死胖子看出来这个患者有问题, 所以才让开了位置, 就是想要让秋天花主任出丑的? 奇怪个屁啊。 脉相又不会骗人, 就一简单的痛经而已, 让你弄得跟绝症似的。 你瞧你把患者吓成啥样啊? 孙平安不屑地开口训斥秋天花道。 放屁, 虽然脉相是痛经, 可她是男的, 男的怎么可能会有痛经的脉相? 秋天花耿着脖子反对道。 秋天花这话一出口, 小胖不乐意了。 啥玩意儿就男的呀? 人家是小姑娘, 还没对象呢? 咋就变成男的了? 不只是秋天花, 周围的这帮医生, 甚至连来看病的患者都梦了。 女的? 怎么可能? 寸头穿着男式羽绒服, 脚上穿着一双男式棉鞋, 脖子上还带着大粗金链子。 一张胖脸, 浓眉大眼, 高鼻厚唇的。 这分明是个胖小伙, 怎么可能是女的? 这不可能。 秋天花大声叫道。 小胖怒了, 掏出钱包, 抽出身份证, 啪一下拍在了桌子上。 你瞧准了, 我是男的, 还是女的? 秋天花低头一看, 整个人都猛逼了。 大厦的身份证上就只有两个性别, 可不像某些傻逼地方, 非要弄几十上百个性别。 在大厦, 性别不是男, 就是女, 再也没有第三种。 而在这张身份证上, 性别一栏, 清清楚楚地写着, 女。 起开, 整个脉, 连患者是男是女都不能确定, 你还能干点啥? 让一边去。 孙平安不耐烦道。 这个不算, 这不能算, 我刚当是失误, 这不是我真正的水平, 下一个我, 绝对能看得准。 秋天花大声叫道, 双手死死抓着桌子两端, 瞧着架势, 要把她推开, 她能抱着桌子一起跑了。 孙平安看了一眼小胖后面的那位美女, 嘴角微微上扬, 暗地里差点没笑死。 撑, 下一个也让你看, 要是你不行, 就干脆点承认, 别死将死将的, 没啥意义。 孙平安说完后, 先叮嘱小胖妞, 去药店买痛经对症的药, 然后招呼那位美女坐下。 这位美女也是二十多岁, 身材纤细, 虽然不是波涛汹涌, 但至少也是个A加罩杯。 长发披肩, 细腰长腿, 柳叶弯眉, 小小的穷鼻, 樱桃小口, 是个标志美人。 医生, 美女刚刚开口, 就被秋天花抬手打断了。 我们中医, 又叫雅医, 你什么都不用说, 我只要一号码, 就知道, 你的身体情况了。 秋天花这话说的可真够臭皮了, 尤其是刚刚连男女都没分清楚, 这时候再说这话, 分明就是让人起哄的。 果然, 这话一出口, 后面就有围观者大声起哄起来。 秋天花老脸够厚, 一副你狂认你狂, 清风扶山岗的淡定神情, 抬手按住了美女的脉门。 然后, 就像是刚刚的事情, 重现了一样。 秋天花的眉头越皱越深, 脸色也变得越来越难看。 怎么样? 这位主任, 你到底号出来什么了吗? 孙平安笑着问道, 秋主任, 怎么样? 她得了什么病? 孟子晨问道, 秋天花抬头看向新院长, 那表情都快哭了。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我竟然号出了前列现眼。 众人哗然, 只要有点生理卫生知识就知道, 男女有别这话, 不仅仅是从身体上, 更是从生理上。 男人没有可孕育孩子的地方, 也不可能产生补育孩子的奶。 而女人, 不可能有前列现。 你可真的是既吃不计打呀。 刚刚才经历过一次教训, 这么快就忘记了。 孙平安也遇到, 这不可能, 她绝对不可能是个女人。 秋天花先冲孙平安吼了一嗓子, 然后红着双眼, 死死盯着面前这位美女。 身份证? 你的身份证呢? 秋天花都快炸毛了。 草, 你他妈冲我对象吼什么? 信不信我弄死你? 陪在美女身旁的男朋友, 也不是的好脾气的, 一把抓住秋天花的衣服, 就把秋天花拎了起来, 唾沫都喷了秋天花一脸。 众人连忙上前, 将两人拉开。 小悠把身份证拿出来给她看。 这男的说完, 还冲孙平安瞪了一眼。 孙平安老神在在, 根本不急。 因为, 这个世界, 真的就是这么奇妙。 第205章, 你们以后, 可以做好兄弟啊。 美女拿出钱包, 先先御旨从钱包中, 将身份证拿了出来, 放在了桌子上。 秋天花只是看了一眼, 就抓起身份证, 对到了孙平安的面前。 你给我看清楚了, 这性别到底是男士女? 秋天花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 大声吼道。 孙平安接过身份证看了一眼, 还真的是性别女。 不过, 大下十几亿人, 每人一张身份证, 哪怕是一分之一的出错概率, 那也有十几个人身份证弄错的呢。 那你告诉我, 你刚才为啥后脉 诊出个前列现眼? 这, 秋天花一下子就傻了。 中医后脉, 那就是铁一般的事实。 行医小三十年, 可以称之为老中医了。 秋天花头一次生出我的中医, 是不是学差了的感觉? 孙平安赶鸭子一样, 把秋天花碾到一边。 你怀疑脉相, 就是在怀疑中医, 就是在怀疑自己。 如果身为医生, 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搞不懂。 我看你, 还是老老实实改行干点别的吧。 免得到时候, 被患者扣上一个拥医的名头。 你玩毒子了没啥, 要是因为你, 让整个中医群体都成笑柄, 那才是大罪过呢。 孙平安对了秋天花两句, 坐在了美女的面前。 问你几个问题, 你如实回答就行了。 美女连连点头, 她男朋友也开始紧张起来。 你多大了? 二十三岁。 来过月经吗? 来过。 孙平安愣了一下, 秋天花的脸上则露出 理应如此的表情, 抱着胳膊, 开始看起热闹了。 月经是女人的标志之一。 刚才孙平安的话, 就是在否定这位美女是女人。 秋天花很想看看, 这胖子该如何收场。 你来过月经? 多大开始来的? 十七岁开始有的, 但是一直都是月经不调。 有的时候一个月来四五次, 一次两三天。 有的时候三四个月也不来一次。 孙平安挠挠头, 虽然他非常确定眼前这位美女, 实际上是个娇滴滴的大小伙子。 但总要搞清楚月经是怎么个情况。 孙平安想了想, 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你来月经的时候, 量大不大? 美女想了想, 道, 有的时候量挺大的, 有的时候量很少。 你来月经的时候, 是不是会感觉定眼特别疼? 有的时候, 疼得都走不动路, 躺着都疼。 是啊, 医生你怎么知道的? 孙平安都无语了。 你是不是一旦上火, 吃辣的, 吃牛肉什么的, 就会来月经? 美女点头, 你就没去医院做过全身详细检查。 我身边的闺蜜也有这种情况, 他们说这是痛经, 还给我推荐了几种药, 还挺好用的, 吃过就没事了。 孙平安, 好吧, 你这个不叫痛经, 你这叫痔疮? 痔疮? 所有人听到这个结论都梦了。 孙平安解释道, 治疗痛经的药, 以输, 谢, 畅, 通为主。 中医里面有个说法, 叫做通则不痛, 痛则不通。 所以治疗痛经的药, 同样也有消炎去火的功效, 也算是对症, 所以你吃了才会有效果。 众人还是有些猛, 你的月经是从前面出血, 还是后面出血? 孙平安问道, 后面啊, 有的时候大便的时候, 马桶里都是血, 量还特别大。 孙平安哭笑不得, 这位的医学知识实在是太感人了。 这泥马等于是啥都不知道啊。 你和你男朋友行过房吗? 孙平安又问了个比较隐私的问题。 没有。 美女和男朋友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我女朋友是个特别传统的女孩, 她说要在新婚之夜, 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给我。 美女的男朋友连忙解释道, 传统挺好, 但是在这时候, 却挺让人无语的。 你有做过B抄检查吗? 有。 美女将病例本, B抄片, 还有检查, 报告单取出来, 放在了桌子上。 孙平安拿起B抄片看了一眼, 冲着秋天花勾了勾手指。 秋天花过来看了一眼, 就傻眼了。 孙平安对美女道, 这张B抄片上, 没有显示出你有子宫, 也没有卵巢。 这说明, 你不是女人。 美女急了, 可是我蹲着上厕所呀。 你这种情况, 是天生的两性畸形。 就是, 你本身是个男孩身, 但是因为关键位置畸形, 看上去就像女人一样。 你的二弟, 是藏在腹腔当中的。 可我有凶啊。 如果是短期的, 有可能是因为乳腺炎导致的。 如果是长期的, 有可能是乳腺肥大, 或者是雄性激素分泌减少, 雌性激素摄入增加导致的。 如果你平时经常服用女性保健品, 营养品, 使用女性美容产品等等, 那就是雌性激素过剩导致的。 还有, 你看这张化验单, 你的染色体是46XY, 这代表的就是男人, 医学是绝对不会出错的。 如果你不信, 可以去大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 尤其是腹腔必超, 应该能看到, 你的二弟就藏在腹腔当中。 美女顿时急了, 这, 这可怎么办? 我和我男朋友都准备结婚了。 孙平安想了想到, 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 以后你们就做好兄弟吧。 第二个办法, 你这种情况是必须动手术, 对畸形的二弟进行整体切除的, 要不然会发生病变。 最严重的话, 可能会导致癌症, 最后还是要切掉。 反正都要切, 不如去萨瓦迪卡那边, 直接做个手术, 彻底变成女孩子好了。 虽然咱们大厦不允许相同的性别的人结婚, 但是外国可以啊。 你们如果是真爱, 完全可以在外国结婚。 那医生, 我是不是做了手术, 就和真正的女人一样了? 是不是也可以生宝宝啊? 美女焦急地问道, 这不可能, 你们有子宫和卵巢, 是不可能生孩子的。 不过你们可以去领养一个, 还免除十月怀胎, 一朝分娩的痛苦呢。 美女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看向自己的男朋友。 小悠你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抛弃你的, 我们先去大医院检查。 如果你真的是个男孩子, 那咱们就去萨瓦迪卡做手术, 然后在那边结婚。 我相信, 我们一定会幸福的。 美女无比感动, 扑到了男朋友怀里哭了起来。 二人手拉着手, 特恩爱地离开。 孙平安对此, 只能默默祝福。 大厦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国度, 虽然包容性很强, 但是, 没发生在自己身上, 没爱着自己的事, 你们爱咋样都行。 可一旦发生在自己身边, 那就另说了。 比如说, 这两人的父母, 尤其是南方的父母, 会同意两人以另一种方式结合, 并且过一辈子吗? 没有不为孩子考虑的父母。 尤其是在传统观念下, 涉及到了传宗接代, 涉及到了亲友的异样眼光, 以及舆论的压力。 那就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了。 现在, 还有谁不服? 孙平安看向北桥中医院的众医生, 大声问道。 众人面面相去, 没一个敢冒头的。 北桥中医院, 听名字就知道, 这就是一家区疾医院。 妙小留不住真佛, 就算真的出了明医, 各把月的时间, 只要名气传出去, 很快就会被上级大医院给挖走。 原本还有几位厉害的中医, 结果孙平安上次, 直接给连国端, 全都送居留所去了。 这就导致中医院的高端战力, 直接处于真空状态。 秋天花为啥被指派出来? 还不是矮个子里拔高个吗? 连秋天花都被孙平安给教育了, 其他人上来, 那不是主动送脸上门被啪啪一顿拍吗? 没事了就滚蛋, 有这时间多看看书, 多学习学习, 提升一下自己的能力, 不必站这里吹冷风墙啊。 孙平安训斥完, 下一位, 孟子晨带着北桥中医院的医生们, 灰溜溜地滚蛋了。 第206章, 又被系统坑了, 孙平安就坐在中医院大门口外面, 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事。 外面的人行道, 甚至马路都被堵上了。 而一门之隔的北桥中医院里, 却空荡荡地连个人影都瞧不见。 孟子晨坐在办公室中, 眺望着大门口的热闹景象, 很想让保安把孙平安的桌子帐篷给掀了。 但是一想到就是这胖子, 把他的前任, 以及整个医院的中高层都给逮了。 就只剩下无能狂怒了。 能够坐到这个位置, 自然有些人脉。 孟子晨冷静下来之后, 给他的顶头上司拨打了电话。 那个胖子叫孙平安? 是个警察? 你知道他姥爷是谁吗? 赵景元, 大厦中医泰斗赵景元赵老。 你知道他二就是谁吗? 赵德军, 国字号医疗组组长赵德军。 老子都惹不起的人, 你去招惹。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脑瓜被驴踢了? 脑袋被门夹了? 老板, 不是我招惹他, 是我上一任的医院班子, 惹到他了。 今天也是, 他把我们北桥中医院的大门给堵了。 我们现在整个医院, 急诊门诊一个病人都没有。 就连住院部的病人, 除了植物人之外, 和躺床上不能随意移动的, 就连断了腿的, 都拄着拐坐着轮椅, 去门口排队去了。 这样下去, 我们北桥中医院的名声, 就要臭大街了。 孟子晨被俩名字吓得直哆嗦。 惹不起, 真的惹不起啊。 他要是早知道孙平安有这背景, 早就当祖宗供起来了。 可谁让他是北桥中医院的院长呢? 总是要为整个医院考虑啊。 警务执行点这个事情, 我知道, 但是,你要立刻, 马上, 把警务执行点给弄好。 你们医院怠慢了人家, 人家不折腾, 你们才真的见鬼了呢? 别跟我说没地方, 要是没地方, 你们就把保安室给腾出来。 孟子晨哭丧着脸挂断电话后, 带着秘书亲自去处理这个事情了。 很快, 就在保安室对面, 面积不如保安室一半大的小房间, 被快速收拾了出来。 然后, 在孟子晨的命令下, 保安们含着泪, 抬着桌椅板凳, 集体搬迁到了对面的小房间中。 这间小屋, 本来是存放保安器械, 清洁用品, 灭火器这类杂物用的, 连个暖器都没有。 不过保安人多, 再点个炉子, 应该动不着吧。 至于找孙平安麻烦? 别闹, 就算没有警察身份。 人家昨天, 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抓了十几个小偷, 还抓了个通缉犯。 那战斗力, 他们上去不是跟送菜一样吗? 孟子晨亲自将孙平安, 请进了警务执行点, 然后一帮医院领导, 医生护士就变成了端茶送水, 维持秩序的小工。 孙平安也不是不懂分寸的人。 北桥中医院上至院长, 下至医护人员, 清洁工, 都已经低声下气, 第三下四到这种程度了。 他要是还不识去, 那就有点过分了。 所以中午的时候, 孙平安宣布下午不再接诊。 来看病的患者, 可以去门诊里挂号就诊。 如果有医生实在看不了, 治不了的病, 再由医生将患者带来。 孟子晨和医护人员们听到孙平安的决定, 都起起松了一口气。 吃过午饭, 孙平安的执勤工作就变得轻松起来。 没有医生的带领, 孙平安绝对不给患者看病。 在拒绝了几名患者后, 大家也都更受规矩了。 孙平安也开始无聊起来。 系统, 商城当中有没有飞刀卖啊?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孙平安询问系统。 原本孙平安是准备去老孟巷子, 那个专门定制刀具的铺子看看的。 后来一想, 飞刀是消耗品。 弄上千块一把的大马士革飞刀, 似乎有点太奢侈了。 所以, 索性就将目光转移到了系统上。 普通飞刀, 一点积分一把。 优质飞刀, 十点积分一把。 卓越飞刀, 一百点积分一把。 孙平安直接傻了, 这狗系统咋越来越黑了呢? 一把卓越级飞刀, 居然要一百点积分。 一百点积分是什么概念? 它都可以在系统商城当中购买一项专家级或者是宗师级技能了。 狗系统, 你咋不直接抢呢? 这什么飞刀能值一百点积分一把啊? 卓越级飞刀, 使用特殊天外和精打造而成, 具有永不磨损, 永久锋利, 永久坚硬等特殊属性。 添加自动巡回功能, 搭配配套的刀套, 可在使用后一分钟自动回到刀套之中。 孙平安并未大喜, 而是敏锐地捕捉到了系统介绍里的一个关键词。 还要搭配配套的刀套使用。 这刀套多少积分? 1000点积分可购买卓越级飞刀配套刀套。 孙平安, 果然, 和他预想的完全一样。 狗系统才不会大发慈悲, 送他一个刀套呢。 系统显然知道孙平安有多抠门, 不等孙平安询问, 立刻就给出了介绍。 卓越级飞刀配套刀套, 具有防金属探测器, 防X光等功能。 可装入一至一百把卓越级飞刀。 更多神奇功能, 请自行摸索。 不得不说, 听完系统介绍后, 孙平安心动不已。 他现在就是个基层民警, 根本就没有配枪资格。 之前遇到过那么多次危险, 都是从战友, 未来岳父, 敌人那里弄枪。 如果有几把飞刀傍身, 再遇到危险, 就不需要求人了。 飞刀是消耗品, 但是卓越级飞刀, 要是配上配套的刀套, 那就变成永久品了。 一次购买, 终生受益啊。 风吹鸡蛋壳, 积分去人安乐。 积分是王八蛋, 花了咱再赚。 孙平安默念了两句口诀。 系统, 我所有的积分, 留下零头, 兑换一个配套刀套, 然后剩下的整数积分, 全部兑换成卓越级飞刀。 是否确认? 确认。 本来他有两千多积分的, 一上午给病人诊断治疗, 又增加了一千多。 孙平安一声确认后, 他的系统储物栏当中, 立刻多出来了25把飞刀, 以及一个刀套。 伤诚积分余额就剩下了80点。 孙平安总觉着, 似乎忘记了什么。 系统, 如果不购买配套刀套的话, 卓越级飞刀的自动回来的功能, 是不是就没用了? 如果不购买配套刀套, 卓越级飞刀将会在使用一分钟后, 自动回到系统储物栏中。 孙平安, 我叉叉你哥哦。 狗系统, 胖爷, 我跟你不共戴天。 第207章, 卧槽, 杰伦, 狗系统, 退钱。 孙平安喊着口号, 只不过, 然并卵, 系统搭理他一下都算输。 颇有一种或已受出, 该不退换的霸强气质。 孙平安自我郁闷了三秒钟, 就将被系统坑的事情抛到了脑后, 从储物栏里面取出一把飞刀。 哇, 这飞刀, 咋说呢? 就是样式, 长度, 宽度, 重量, 就爱不释手的那种, 完全是梦中情刀啊。 孙平安拿着飞刀, 试着在桌角轻轻地滑了一下, 完全没想到的是, 这一下, 就像是用利刃切豆腐一样, 轻而易举, 就将桌子角切下来了一小块。 而且, 断面极为平整光滑, 一点毛刺都没有。 这锋利程度, 恐怖如丝啊。 系统, 这飞刀, 到底是用啥金属打造的? 这妖妞, 这次, 系统有了反应。 卓越级飞刀, 以极特殊的天外合金打造而成。 天外合金, 能被金属探测器探测出来吗? 不能。 孙平安, 狗系统, 我某某你个, 哦哦。 孙平安暴跳如雷, 也怨不得他会如此愤怒。 之前狗系统说过, 配套刀套, 能够回收卓越级飞刀, 能够避开金属探测器。 可孙平安花费了1000点积分, 买下来刀套后才发现。 没有刀套, 卓越级飞刀使用后, 会回到系统物品栏。 现在又告诉他, 卓越级飞刀的材质特殊, 金属探测器是探测不出来的。 那尼玛要这刀套有个屁用啊? 拿来当摆设吗? 1000点积分, 买了个摆设? 这尼玛世界首富也不敢这么败家啊。 系统再次进入装死模式, 完全不打理孙平安了。 孙平安只剩下无能狂怒了。 将刀套取出来, 这配套刀套, 孙平安不断地深呼吸, 平复愤怒的心情。 这尼玛是刀套? 这明明就是一对戴护臂的五指手套啊。 把手套往手上一袋, 再掌心到小臂中间这一块, 有一个和卓越飞刀外形一样的凹痕。 把卓越飞刀往上一贴, 就完事了。 至于第二把, 第三把, 就跟给弹侠上子弹一样, 往下压就行了。 孙平安活动了一下手臂手腕, 活动自如, 完全没有迟滞感, 或者是阻碍感。 要知道, 飞刀的刀尖位置, 在掌心。 飞刀的刀身压在了手掌, 手腕, 小臂上。 但无论孙平安如何去动, 都仿佛感觉不到飞刀一样。 这就有点神奇了。 孙平安正准备在琢磨琢磨, 就听到了有人敲窗户的声音。 抬头一看, 眼熟骨科的一位副主任, 跟孙平安五百年前是一家, 叫孙正。 吴小冬郎当入狱后, 这位被扶正了。 孙警官, 我这里有一位病人, 能请您帮忙看一下吗? 进来吧。 孙平安微笑着招呼道, 孙正推开门, 带着一位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患者走了进来。 孙平安看了一眼, 直接开口道, 挤住出了问题吧。 孙正愣了一下, 由衷地冲着孙平安竖起了大拇指。 从进门这两步就能一下子抓到关键点, 这可不是一般医生能够做到的。 即便孙正行医二十多年, 也是看了X光片以及检验报告才得出的结论。 孙正也没多废话, 直接将患者的片子、 化验报告单摆在了孙平安面前。 强植? 孙平安看到患者之前的病例, 微微皱眉。 强植, 全称强植性脊柱炎。 二十至三十岁, 群体多发, 这种病不是绝症, 但是和绝症比起来也差不了多少。 这种病大多是遗传, 说的简单一些就是脊柱之间发炎了。 没发病的时候, 和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 可一旦发病, 痛感从头到脚底板, 全身上下就没有一处不疼的。 那种难受劲儿, 简直就是痛不欲生, 生不如死。 关键是, 这种病属于终生类疾病, 就是一旦得了这种病, 就会伴随患者一辈子, 折磨患者一辈子。 行, 人放我这儿, 你去忙吧。 孙平安礼貌地说道, 孙正道谢后离去。 你先做, 这个病要彻底治愈不容易, 但是如果遏制发病, 减轻病痛的话, 方法有很多种。 我先想想, 哪一种更适合你? 孙平安对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患者说道。 同时, 孙平安还暗暗嘀咕, 这人不会是得了那种怕见风的病吧? 比如说, 风湿, 风疹, 风邪症等等。 如果真的是双症甚至多症, 那治起来可就麻烦了。 孙平安兑换过药方大全, 就是市面上所能够见到的所有中药方, 他头脑里面都有。 不过, 这里并没有一种是效果比较好的。 遇到困难找系统。 系统, 治疗强制性脊柱炎的骨方有多少个? 四个, 分别是, 能根治吗? 不能, 唉, 要是有能根治的办法就好了。 孙平安暗叹道, 虽然孙平安身穿警服, 但是却有着一颗救死扶伤的神医心。 强制患者有很多, 得了这种病往往会影响到婚姻、 生育、 家庭等等。 毕竟这种病的遗传概率极大, 基本上父亲有这种病, 孩子有85%的概率会遗传上。 有些比较极端的强制患者, 甚至因为忍受不了病痛折磨, 选择了轻生。 上一世, 孙平安的偶像杰伦就是得了这种病。 有人说, 杰伦中年发福是喝奶茶喝的, 所以有了奶茶轮这个绰号。 而以这一世孙平安的见识来看, 杰伦应该是因为长期使用遏制强制的药物才导致的发胖。 毕竟遏制强制, 缓解疼痛的药物当中含有激素。 系统商城有一整套能够根治强制性脊柱炎的疗法, 分为药物, 体数, 兑换需500点积分。 孙平安愣了一下, 深深地感觉到了系统的恶意。 上次伟超事件中, 孙平安打定主意, 以后自己至少要留下一千点积分, 以备不时之需。 结果现在系统竟然想要破了他立下的规矩。 便宜点, 孙平安开始讨价还价。 疗法他想要, 积分他不想给这么多。 如果能压到300点积分, 甚至200点积分来兑换, 那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毕竟至于一个强制患者, 他还能回本100点积分。 药物100点积分, 体数400点积分。 狗系统竟然来了个拆分。 问题是, 这拆不拆的有啥意义吗? 缺了药物, 只有体数没用。 缺了体数, 只有药物也白扯啊。 孙平安有些纠结了, 甚至, 他不想换了。 反正有四种药物可以用来遏制病情, 并且减轻痛苦。 这对强制患者来说, 就已经是莫大的福音了。 要啥是多, 要啥自行车啊? 孙平安正这么想着的时候, 身边的那名强制患者, 扯下了羽绒服帽子, 取下了大墨镜, 摘下了口罩。 孙平安下意识地扭头看了一眼, 卧槽! 周杰伦! 狗系统, 不就是500点积分吗? 胖又患了。 第208章, 练习时长两年半, 如果这个强制患者是其他人, 哪怕是热巴、 白鹿、 那扎等等大美女, 把孙平安打死, 他都不会去兑换 这价值500点积分的疗法。 美女多了去了, 除了大秘密, 孙平安谁都不爱。 可关键是, 这位不是大美女, 是杰伦啊。 是孙平安上一世最喜欢的偶像, 是陪伴着孙平安整个青春的记忆啊。 甭说500点积分了, 就算黑了新的狗系统开价5000点积分, 他跟狗系统借高利贷, 也绝对要拿下这个疗法。 毕竟, 能够治好杰伦的病, 是他上一世最大的心愿之一啊。 疗法已传输完毕, 500点积分已扣除, 狗系统的声音在孙平安的脑海中响起。 不过, 孙平安已经不在乎, 不在意了, 因为他所有的注意力, 全都放在了这个拥有杰伦脸的单眼皮小伙身上了。 我叫周杰, 不叫周杰伦。 那哈, 医生你别这样瞅我成不, 我瞧着贼甚的慌, 孙平安如遭雷击。 这尼玛, 东北周杰伦啊。 好吧, 反正疗法已经兑换了, 按照狗系统的尿性, 退是绝对退不了了。 就冲着这张杰伦的脸, 孙平安也决定给他好好治了。 我能彻底治愈你的病。 孙平安认真道, 真答, 哎呀妈呀, 可算找对营了, 胖哥您不挤道啊。 这破病可把我给折腾歇了。 胖哥你要是能治好我的病, 那你就是我再生父母啊。 孙平安有点猛, 这东北周杰伦, 还是个化劳啊。 治你这个病, 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这一个月, 我要随时确认你的身体情况, 随时调整治疗方案。 你有这么多时间吗? 孙平安认真的问道, 既然已经决定要治疗了, 那就必须认真对待, 这是一名医生对待患者的正确态度, 不会因为你得了小病就不在意, 也不会因为你得了绝症, 就束手不管。 有有有, 正好换个环境, 我也能安心地创作。 周杰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你是嘎哈的? 孙平安本来一口标准普通话, 跟着周杰唠了两句, 直接被带偏了。 我今年23了, 是省城阿发娱乐的签约练习生, 练习时长两年半, 孙平安, 你是不是还要来歌唱跳rap打篮球? 得, 不用介绍的那么详细, 你有时间就行, 回头你跟经纪公司打个招呼, 收拾好行李, 到北桥派出所找我就行, 剩下的我来安排。 那时速, 周杰有些窘迫地问道。 嗯? 孙平安有些不解, 周杰尴尬解释道, 阿发公司知道我有强职之后, 就跟我解约了, 我那啥, 现在还没找到赚钱的道。 胖哥, 您看, 那啥, 六百块够用一个月不? 我可以给你洗衣服做饭打扫房间, 我啥都会干。 要是不够的话, 我打欠条行不? 等我以后找到工作赚钱了, 再慢慢还你。 孙平安眼眶有点湿润, 他回想起上一世, 杰伦在发第一张唱片, 活起来之前过得也是极为窘迫, 用吃了上顿没下顿来形容, 绝不为过。 行了, 你就甭管了, 你的食宿我全包了, 你就安心待着, 好好治病得了。 孙平安直接来了的大包大揽, 一个月食宿能有几个钱, 买药治疗能花几个钱。 上一世, 孙平安囊中羞涩, 只能买正版磁带支持偶像。 这一次, 就当是偿还上一世, 欠偶像的那么多场演唱会门票了。 谁让这位长了一张偶像的脸呢? 谢谢胖哥, 谢谢胖哥, 周杰感动地哭了。 在家有父母保护着, 不知道这个社会的冰冷。 只有走上社会, 才知道这个社会的残酷。 真遇到事才会明白。 能够对你掏心掏肺的人, 只有你的父母。 当然, 对周杰来说还有眼前这位胖乎乎的年轻警官。 等一下, 警官, 治病? 这, 八杆子打不到一块啊! 只是瞬间, 周杰就将这个念头抛到了九霄云外。 得了强职, 痛不欲生, 只要能治好, 和心生没有什么区别。 既然如此, 那就赌一把好了, 反正, 他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你要没啥事的话, 就搁这待着吧。 强职还是少说冷风比较好, 回头等我下班了, 咱们一块走, 我请你吃饭。 嗯, 周杰眼泪流得更多了。 眼瞅着快要到下班点了, 孙平安携带的对讲机忽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 正准备招呼周杰的孙平安, 直接被吓了一跳。 卧槽! 一击警报。 孙平安在镇定下来后, 又惊了。 在外国, 比如说大米利国, 警情会用具体的代号划分, 比如说245, 指的是犯罪嫌疑人使用致命武器攻击他人。 而在大厦, 一般的警情, 总台或者是警察所在的警局, 会直白地告诉警员发生了什么事情, 需要怎样去做。 而一击警报, 这个是最不常见的。 可一旦出现, 就说明出现了极为恶劣, 影响极坏, 已有人员伤亡, 并且正在对峙当中需要紧急支援的大案子。 所以, 在警队中有一句话, 只要一击警报响了, 你就算是再拉屎, 也要加断了, 提着裤子冲到现场去。 北桥教育集团南三工地, 恶性劫持事件, 请所有在附近的警员立刻赶往进行支援。 孙平安抓起对讲机, 警号9527。 警员孙平安收到, 你去北桥派出所等我, 跟值班的提我就行。 孙平安对周杰安排了一句, 就拔腿向外冲去。 北桥南三工地和中医院相距不到三公里, 距离北桥派出所更是不到一公里。 持有体数虽然已经是二级了, 可对身体的改变并不明显。 孙平安估摸着自己要是跑着去,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能到地方就不错了。 所以, 孙平安直接拦下一辆路过的电动车, 让对方帮忙带一程。 可怜的电动车被孙平安坐上去之后, 直接承载能力达到了极限, 艰难痛苦地把孙平安送到了目的地。 孙平安到的时候, 警戒线已经围了起来, 路旁乌鸦鸦全都是人。 而且, 每个人的脸上都特别地焦急。 这些人, 有被劫持人的工友, 有被劫持人的老乡, 也有工地的管理人员。 在警戒线里, 两名保安, 一名警察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孙平安只是看了一眼, 就怒火爆棚。 倒在血泊中的那名警察, 正是北桥派出所民警, 于峰。 在保安室门外, 站着的男人, 左手死死毫着一个大妈的头发, 迫使大妈头部后仰。 右手抓着一把锋利的匕首, 死死抵在了大妈的脖子上。 第209章, 事情还没完, 孙平安一步一步应急过人群, 来到了最前面, 王小斌的身边。 王小斌看到孙平安, 立刻介绍起当前的情况。 这人名叫史峰, 今年48岁, 曾因抢劫、 抢检、 入室盗窃等罪名, 坐过四次牢, 刚放出来不到一个星期。 市局那边已经赶过来了, 特警已经在路上了, 大概十分钟就能到。 孙平安的目光, 一直放在于峰的身上, 因为距离的缘故, 看得不太清楚。 孙平安取出超人的眼镜戴上, 市局缩短, 透视功能启动。 于峰大腿中了一刀, 腹部中了一刀, 胸口中了一刀。 并没有伤及内脏, 内出血不算严重,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不要忘记了, 现在是冬天, 随着夜晚降临, 温度会持续降低。 而且这种对峙的情况, 还不清楚需要多久才能结束。 如果不尽快救治, 于峰肯定会死掉。 另外两名保安, 都是三十多岁。 一人已经彻底没了生命体征, 另外一人的情况也不好, 和于峰情况类似, 需要立刻进行救治。 枪! 孙平安的声音没有半点感情色彩。 王小兵愣了一下, 枪给我。 孙平安再次说道, 这次, 王小兵听清楚了, 可却没有任何动作。 毕竟他只见过孙平安厉害的近身格斗能力, 却没有亲眼看到过孙平安神乎其神的枪法。 上次抓赌, 属于近距离射击, 按照王小兵的想法, 他上他也行。 所以, 这枪可不敢乱给。 万一孙平安真的开枪, 伤害到人质, 那问题可就大条了。 可孙平安却等不及了, 不等王小兵劝说, 孙平安一个小擒拿, 就把王小兵手里的枪抢了过来。 胖子, 别冲动。 王小兵叫道。 孙平安却不管不顾, 一步一步向着劫持着人质的史丰走去。 第一次警告, 马上丢掉凶器, 释放人质, 双手抱头跪下。 史丰看着缓缓走来的胖子, 很是愣了一下。 放泥马的狗屁, 老子手里有人质, 你再赶上来, 老子就弄死他。 孙平安仿佛没听到一样, 继续缓缓前行。 第二次警告, 马上丢掉凶器, 释放人质, 双手抱头, 跪下。 孙平安的声音, 就像是电子合成音一样, 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 胖子, 别胡闹, 快回来, 支援的人手马上就到了。 王小兵大叫, 孙平安, 你干什么? 回来, 我命令, 你马上回来。 景贤这才发觉到情况不妙, 连忙起身跑到王小兵身旁, 大声命令道。 可惜, 这个时候的孙平安, 头脑已经被怒火占据, 根本听不到其他人的声音。 在他的眼里, 只有倒在血泊中的渔风, 以及他的目标, 使风。 有种你就开枪, 看是你的枪快, 还是我的刀, 快。 使风最后一个筷子还没出口, 碰, 清脆的枪声响起。 使风只感觉右肘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袭来, 整个右臂完全不受控制地向外荡去。 碰, 第二声枪声响起。 使风正在荡开的右手手腕, 被子弹打穿。 手中的匕首再也握不住, 随着手臂荡开的方向, 脱手而出。 碰, 第三声枪声响起。 使风的眉心出现了一个血洞, 后脑炸开了一个鸭蛋大的破洞, 红色的血液, 白花花的脑浆子喷洒出去, 足有一米远。 被解救的大妈先是愣了一下, 扭头看到挂掉的使风, 直接来了个海豚鹰, 然后就这么一路, 叫着狂奔到了警戒线这边。 孙平安则快速来到渔风身旁, 随身携带的银针取出三枚, 刺在渔风的颈部、胸口, 形成一个大三角。 这三针能够极大地减缓内出血的情况, 按照警方这边的响应速度, 渔风的命绝对保得住。 救护车! 孙平安大喊一声, 吃力地抱起渔风向着警戒线走去。 王小斌那边在孙平安开枪的时候愣了一下, 但是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已经招呼医护人员入场了。 渔风被放在了担架上被移走。 那个保安还活着, 先救他。 孙平安对第二组医护人员说道, 话音才刚握。 哄!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从不远处的五层楼下传来。 炸起的钢筋、砖头、碎石四箭, 场面极为惊人。 刚刚还以为解救人质成功, 危险已经解除, 正在欢呼的众人, 奇奇近生, 满脸惊骇地看向爆炸出现的地方。 沙拉!沙拉! 工地的广播大喇叭传来了电流声, 紧接着, 一个听起来很有雌性, 很严肃的声音传来。 我手里一共有26名人质, 其中未成年人三人。 你们敢杀我的人, 碰! 枪声响起。 紧接着, 大喇叭的声音消失了。 开枪的是孙平安。 这一枪, 直接将挂在高杆上的大喇叭给打爆了。 孙平安, 你干什么? 锦贤怒吼道, 刚才虽然抢枪, 未经允许擅自开枪, 绝对是要祭达过的。 但是, 看在解救人质的份上, 勉强算是功过向敌。 可现在开枪是要干什么? 激怒犯罪分子吗? 孙平安瞥了锦贤一眼, 引蛇出洞, 平等对话。 什么引蛇出洞? 你瞎胡闹, 锦贤的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一个男人, 气急败坏地从工地中冲了出来。 卧槽你们这些狗约的, 我老大话还没说完, 你们就敢开枪打爆大喇叭。 真到我们不敢弄死人质是吗? 锦贤立刻明白了孙平安的用意, 脸都扫红了。 对方劫持人质, 显然不是为了杀人, 而是一定会有目的。 不管这么目的是什么, 对方肯定要和警方进行谈判, 利用孩子的生命作为威胁, 以达到他们真正的目的。 在不知道警方电话的情况下, 总不能打报警电话进行联系吧。 所以, 工地的大喇叭就成了和警方联系的唯一途径。 关键是, 这大喇叭等于是单方面的命令, 警方完全无法和犯罪分子取得联系, 完全受制于人。 现在大喇叭废了, 对方想要和警方建立联络, 就只能派个人出来了。 那男人气急败坏地冲到了警察面前。 警贤在看清楚了这个人的容貌后, 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郭鹏涛。 孙平安的脑海中, 早已浮现出了此人的信息。 郭鹏涛, A级通缉犯, 为人暴虐, 头大无脑。 曾是某帮的金牌打手, 在严打时被抓, 判了20年。 在10个月前, 火通他人暴力逃狱, 杀死囚犯4人, 杀害狱警1人, 重伤狱警2人。 孙平安还在警校的时候, 就听过这个事情, 就因为这件影响恶劣的桃狱事件, 大厦所有监狱的戒备等级, 都提升了一个档次。 监狱内部整顿, 防御狱系统升级。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郭鹏涛明明已经逃跑了, 现在竟然主动送上门来, 屠杀啊。 第210章, 跪下, 磕头, 道歉, 两名警察从后面绕到郭鹏涛身后, 一个擒拿树, 就把郭鹏涛按在了地上。 咔嚓! 赠银手镯一副, 郭鹏涛惨叫着被警察提了起来。 哄, 又一声爆炸巨响传来。 郭鹏涛的脸上没有惊慌, 只有兴奋。 放开我, 要不然的话, 你们就等着给人质收尸吧。 郭鹏涛冲着工地方向甩头, 众人定睛一看, 在封顶的五层楼楼顶, 站着六个人, 其中三人穿着工服, 被另外三人挟持着。 要么放人, 要么收尸。 一个非常冷酷的声音, 从郭鹏涛怀里响起。 王小斌一把从郭鹏涛的怀里, 掏出来了一个对讲机。 我是北桥派出所所长王小斌,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马上放下武器, 投降才是你们唯一的选择。 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前, 你们还有选择的机会, 明白吗? 在大厦, 警方、 军队, 是绝对不会和犯罪分子谈判的。 犯罪分子想要通过谈判, 逼迫警方答应他们的条件。 那是在想屁吃。 楼顶三个犯罪分子应该是得到了命令, 二话不说, 直接将身前的工人一把推了下去。 惨叫声中, 三个工人被推下楼, 不过并未坠楼身亡, 而是倒挂在了楼外那一圈防护网上。 三名工人死死抓着防护网, 不敢挣扎, 生怕一个挣扎就掉下去。 情况看起来非常危险。 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警告, 下一次可就不是警告了。 报上你的姓名, 说出你的目的。 王小斌黑着脸道, 先放了我的人, 这是咱们对话的基础, 否则, 对方不需要再继续说下去了。 因为在三楼出现了一名男子, 手里拿着一把手枪, 枪口瞄准了一个倒挂着的工人。 王小斌现在非常矛盾, 放人的话, 警方等于退了一步, 犯罪分子胜了一局。 一旦退了这一步, 后面恐怕还要退第二步, 第三步。 而如果不放人的话, 对方会伤害, 甚至杀死一名工人。 警察的天职, 就是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 财产安全。 退还是不退? 放人? 警贤站出来命令道, 王小斌咬咬牙, 大声命令道, 放人! 王小斌的重复命令, 相当于将这个责任 扛在了自己的肩上。 这也展现出他身为所长的担当。 郭鹏成被解开了手铐, 揉搓着自己的手腕, 活动着自己的手臂, 扭了扭脖子。 然后, 郭鹏成冲着重警察, 竖起了右手中指。 警察算个屁, 我老大一句话, 你们还不是得乖乖放人? 郭鹏成的嚣张, 让在场所有警察都攥紧了双拳。 孙平安上前一步, 举起手枪, 对准了郭鹏成的脑袋。 跪下, 磕头, 道歉。 孙平安的话不但传入了郭鹏成的耳中, 传到了在场所有人的耳中。 同样, 也通过对讲机传到了犯罪分子老大的耳中。 你敢羞辱我兄弟? 对讲机中传来了对方恼怒的声音。 孙平安将王小斌手中的对讲机拿过来。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放人, 可他却敢对我们警察挑衅, 并且言语侮辱我们警察。 所以, 和之前已经是两码事儿了。 我们警察, 不是你们这群鹰沟里的老鼠能够侮辱的。 所以, 让你的手下, 跪下, 磕头, 道歉, 否则的话, 我杀了他。 你敢, 你要是敢动我手下一根寒毛, 我就杀五名人质。 对方的声音变大, 显然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孙平安却完全不受威胁, 大声对着对讲机吼道。 五个人质, 你只要敢杀死一个人质, 兴致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的特警队马上就到, 你杀死一个人质, 就等于是你亲手, 彻底关上了谈判的大门。 谈判, 就会立刻变成强功。 至于最后死多少个人质, 全都会算在你们这些罪犯的头上。 我们警队打击犯罪, 解救人质, 只有功劳没有过错。 你身为主谋, 领大头。 你的手下, 平均分配剩余的罪名。 当然, 什么罪名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都得死。 你们有几个是孤儿, 你们有几个人有父母。 老婆, 孩子, 你们的家人将永远都抬不起头, 只能被街坊邻居指指点点, 甚至就连买菜这种小事都会受到刁难。 因为你们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罪名。 孙平安停顿了一下, 让对方好好消化一下他的话。 然后, 孙平安再次严厉地冲着郭鹏城吼道, 你, 跪下, 磕头, 道歉。 我不, 有种你就开, 枪。 郭鹏城耿着脖子叫道, 果然是头大无脑, 这时候还敢和警察对着干, 那不是找死一样。 等一下, 对讲机中传来了犯罪分子老大的声音。 可惜, 晚了。 碰。 孙平安枪口向下, 郭鹏城最后一个枪字还没来得及出口, 枪声就响了。 郭鹏城不敢置信地低头看向自己的左腿。 大腿处多出来了一个洞, 有鲜血正向外溢出, 快速将深色的棉裤进尸。 剧痛, 后知后觉的到来。 啊! 郭鹏城扑通一声坐倒在地, 捂着重枪的大腿, 杀猪一般惨叫起来。 孙平安上前两步, 直接将枪口对进了郭鹏城大喊着的嘴里, 直接将郭鹏城的喊叫声给对了回去。 最后一次机会, 跪下, 磕头, 道歉。 这话, 不仅仅是对郭鹏城说的, 同样, 也是对对讲机那头的犯罪分子老大说的。 郭鹏城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眼泪, 鼻涕, 汗水在脸上忽了一片, 看上去那叫一个狼狈。 鹏城, 对讲机中的话, 彻底击碎了郭鹏城的心理防线。 孙平安缓缓将手枪从郭鹏城口中收回。 郭鹏城强忍着剧痛, 跪在地上, 磕头。 警察同志,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挑衅警察了。 滚吧。 孙平安满意地点头道, 郭鹏城双手撑地, 起身向着工地内单腿跳去。 在快到大楼的时候, 从里面冲出来两个人将郭鹏城架起, 快速进入大楼内。 王小斌, 警贤, 一众警察全都惊了。 他们都是北桥派出所的警察, 和孙平安朝夕相处的同事, 战友。 往日见到的孙平安, 就是一个特憨厚, 特老实, 很幽默的一个胖子。 可今天, 孙平安的表现, 却完全刷新了他们对孙平安的印象。 这哪是个好欺负的胖子啊? 完全就是一个杀神啊。 孙平安拿起对讲机, 谈判, 现在才正式开始。 第二摇摇章, 胡搅蛮缠一家人, 胖子, 你就不怕激怒对方。 要是对方真的对人质痛下杀手怎么办? 王小斌上前捅估了一下孙平安, 在孙平安放开了对讲机通话键后, 后怕地问道。 孙平安向后看了一眼, 显然, 有这个疑问的不仅仅是王小斌一人。 警贤和其他警员, 同样对孙平安刚刚的强势举动感到不解。 要知道, 犯罪分子手里可是有25名人质, 就算是杀掉一半, 还剩下12至13个呢? 对方人数应该不多, 一人控制两个没准都绰绰有余。 这不是平天无辜群众伤亡吗? 孙平安摇摇头道, 王指, 犯罪分子杀警察, 杀保安, 劫尸人质, 搞炸药。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吗? 不知道。 王小斌摇摇头, 孙平安点头道, 是啊, 他们都没有告诉我他们的目的。 你觉着, 他们会随便杀人质吗? 而且, 我已经把杀害人质的后果告诉他们了, 他们就更不敢轻易地杀害人质了。 在这个时候, 咱们绝对不能落在下方, 否则的话, 咱们就会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处处受制于人。 所以, 我这样做, 是要打掉对方的嚣张气焰, 让对方不再有恃无恐。 杀害人质, 我们就强攻, 他们再厉害。 难道还有特警队厉害? 而且, 他们的真正目的显然不是杀死人质那么简单, 在目的没有达到。 不对, 应该说, 在他们的目的还没有说出来之前, 他们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众人恍然大悟。 王指, 可以驱散群众了, 对方既然已经使用了两次炸药, 没人敢保证, 他们手里会不会有更多的炸药。 如果是遥控型的, 他们只要在咱们这里随便藏几个, 到时候, 孙平安没有继续往下说, 但是所有人都明白了他的意思。 这下, 都不用警察驱散, 除了一名工地负责人外, 其他人呼拉一下子就跑了。 至少跑出去上百米, 达到了他们认为安全的距离, 才停下来, 远远地向这边看来。 孙平安按下对讲机的对话键, 说出你的姓名, 说出你的目的。 孙平安平淡地说道, 语气当中, 没有了刚才的咄咄逼人。 我叫乔白, 我爸叫乔大福, 我妈叫李翠芬。 对方的语气, 一下子激动起来。 半年前, 你们这些黑心房地产上的狗腿子, 在高炳祥那个王八蛋的命令下, 抓了我爸妈, 强拆了我家的房子。 那是我爸妈辛辛苦苦大半辈子, 好不容易才建起来的五间大瓦房, 装潢全都是新的。 你们欺负我爸妈都是无权无事没有背景的普通老百姓, 把他们的心血一夜之间就毁掉了。 要不是当时我在蹲监狱, 你们这些助纣为虐, 仗势欺人的混蛋, 都得死。 我的要求是, 立刻释放我父母, 并且给出令他们满意的赔偿。 还有, 把你们市局局长高炳祥叫来, 他要当面向我道歉, 不, 应该是跪下, 磕头, 道歉。 只要你们做到这几点, 我就释放所有人质, 束手就擒。 否则的话, 我已经在附近四个工地, 埋设了足量的炸药, 只要我按下遥控器, 大家就一起死。 我给你们半个小时的时间, 时间一到, 我就拉着你们, 还有四个工地的人一起死。 别拿强弓那套吓唬我, 老子不是吓大的。 孙平安微微皱眉, 对这个乔白一无所知。 王小斌拿出警方对讲机, 联系了一下总台, 很快, 乔白的个人信息回复过来。 乔白, 34岁, 学习成绩优异, 国内知名大学, 土木学院爆破专业, 拥有高级爆破人员资格证。 毕业后, 进入陆桥局工作。 在两年前, 因为疏忽, 悟触了引爆器, 导致还未撤离到安全地带的人员伤亡。 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这算是因工作失误, 所能判的顶格惩罚了。 两个月前, 利用自制炸药暴力逃狱, 郭鹏成是他同牢房的育友。 强拆的事情, 孙平安当时正在休假, 根本就不在韩城, 所以不太清楚。 王小兵为孙平安详细地介绍了一下情况。 孙平安明白了。 乔白, 你从小学习成绩优异, 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 所以, 我觉着, 你应该是一个讲道理的人。 我这里有一些关于你父母的消息, 不知道你想不想听。 你说, 对讲机中传来了乔白的声音。 乔大福为人强势, 好勇斗狠, 在村里是个不好惹的人物。 李翠芬为人泼辣, 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堵着别人家门骂上三天。 我说的没错吧? 孙平安问道, 乔白不屑道, 在农村, 没有兄弟姐妹帮忙, 没有后台背景撑腰, 我爸要不强势, 我妈要不泼辣, 我家指不定要被人欺负成啥样呢? 你们这些城里人知道个屁, 去乡下调查一下, 就知道,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了。 孙平安接着说道, 这一片拆迁, 是城市升级改造的重中之重, 是领导极为关注。 所以, 在拆迁通知下发后, 这一片的补偿, 也是完全按照国家标准, 甚至高于国家标准来的。 乔白, 你家的宅基地有多大, 你不会不知道吧? 如果你不知道, 我告诉你。 从土地局那边的资料来看, 你家的宅基地一共有178平米, 包括三间瓦房, 以及一个院子。 但是你家却拥有五间厢房, 一间厨房, 一个厕所, 一个牛棚, 屋前100平米的院子, 屋后半亩地的自重地。 通过调查走访, 多出来的房屋, 十年的时间里, 通过威胁、恐吓、 撒泼打滚等手段获取的。 因此, 你的父母被拘留过四次, 但是一旦被放出来, 你的父母只会变本加厉。 所以相邻碍于你父母的手段, 只能忍气吞声, 处处忍让。 这才有了你家现在这种规模的房屋和土地。 你承认吗? 孙平安问道, 乔白那边陷入沉默, 没有回应。 进行拆迁补偿时, 你父母就闹过三次, 是全村唯一的钉子户。 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了能够让拆迁顺利进行, 给你家的拆迁补偿面积算到了200平米。 而且, 补偿款的价格在最高标准基础上又提升了20%, 并且在拆迁协议上注明, 租赁房屋由我们按照你父母的要求去找, 并且已经按照协议支付了半年的租金。 家具由我们负责搬运, 饲养的家畜家禽, 种植的蔬菜都按照市场零售价格收购。 你父母当时很满意, 并且在拆迁同意书上签下了名字。 我们已经做到这一步, 算不算人至一尽? 面对孙平安的质问, 乔白选择了沉默。 就在拆迁当天, 你父母却纠结亲戚, 恶意阻拦拆迁工作, 要求拆迁补偿再涨50%。 你告诉我, 面对这样的泼皮无赖, 应该怎么去做? 两个工程队已经就位, 人员已经齐备, 拆迁工作要求两天内必须完成。 全村的村民都在场, 谁敢擅自答应你父母的无理要求? 不抓你父母? 难道还由着他们放肆? 乔白这次终于有了反应, 我父母只是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 他们有什么错? 孙平安毫不犹豫地对了回去, 你父母已经在拆迁协议上签字了, 那是他们被你们的花言巧语蒙蔽, 被你们忽悠了, 难道就不允许反悔吗? 第212章, 这孙子就是个降虑, 孙平安不懈地放下了对讲机。 在心理学上, 有一种说法叫做强迫性自我中心, 就是由于家庭、环境、教育等原因, 导致个人性格以自我为中心, 极其主观并且主动屏蔽客观意见。 说得通俗一些就是常说的, 这个人特别地倔、降虑, 谁说都不听, 不由着他, 他就完全听不进去。 乔白显然就是这种性格的人, 这和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 是否有着正确的三观没有关系。 这种人只相信自己认为的, 对于客观、正确的意见完全听不进去。 或者, 你可以和他讲道理, 他表面上答应得好好的, 回头他依然会按照自己的意识去做。 这种人在社会上会表现出两个极端。 第一个极端, 这个人拥有超越这个时代的眼光, 拥有丰富的学识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往往能够在某个行业做出卓绝的成就来。 比如上一世特有名的马斯克, 当所有人都认为火箭回收不可能的时候, 是他凭借一己之力, 死撑着也要让这个项目进行下去。 最终取得了成功, 也成为了世界首富。 他就是这样性格的人。 而第二个极端, 这种人本身缺乏足够的能力, 缺乏足够的见识, 并且没有足够的学识支撑。 那就变成虎脚蛮缠, 独断专行。 遇到这种人, 离他远点。 因为他的位置越高, 手中的权力越大, 行差踏错的概率就越高。 关键是, 他根本听不进去你的意见, 总有一天, 他会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并且牵连到你。 乔白显然就是第二种极端的人。 这种人, 你跟他说的再多, 也是对牛弹琴。 他认准这件事情是地产公司, 是警方的错, 认准了父母没错。 那么, 你就无法纠正他的错误想法。 孙平安将对讲机交给王小斌, 他已经做了自己所能做的, 剩下的, 听从命令了。 王小斌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警贤把对讲机拿过来, 开始苦口婆心地劝说起来。 孙平安和王小斌对视一眼, 无奈苦笑一下。 警贤是专业人士, 刑警队出身, 以往罢案中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不过, 警贤的好口才, 在现在却完全失去了作用。 无论他如何摆事时, 讲道理, 乔白就是认准了父母没错。 去把乔大福李翠芬提过来, 让他们来劝说乔白主动投降。 警贤被气得不轻。 十多分钟后, 警贤局局长高炳祥同时到达现场。 原来高局在确定了乔白的身份后, 亲自去拘留所把这对胡搅蛮缠的夫妇给提了出来。 说起这对夫妇, 高炳祥也很无奈。 第一次抓, 是因为妨碍公务, 影响拆迁顺利进行。 拘留了一个星期, 算是教育一下, 补偿款啥的都按照规定打到了对方账户中。 结果一个星期后, 释放出来了。 夫妻俩没老实三天, 不知道咋想的, 竟然跑市局拉横幅闹市来了。 没办法, 拘留呗。 这次, 拘留了十天。 十天后放了, 道理说清楚了, 在闹市的后果也说清楚了。 结果没两天, 这二位带着审报的记者又来了。 给高炳祥气的, 就撂下话。 你来闹一次, 我就让人拘留你们一次。 结果这一折腾, 就是好几个月。 这次拘留, 这对夫妻才刚被关进去三天。 也不知道他们是被拘留上瘾了。 还是说, 他们知道最多就是拘留, 那就继续闹呗。 就当混免费食宿了。 儿子, 你做得对, 凭啥咱家整整一亩地, 就给算二百平啊。 我特地找人了解过, 蓝方的拆迁补偿价格, 比他们给咱家的价格高了两倍多呢。 我都没那么贪心, 只要提高百分之五十, 我哪错了? 乔大福拿着对讲机, 没有按照警方的要求, 去劝说乔白投降。 而是对儿子的行为大加赞赏。 好吧, 现在孙平安算是看出来了, 乔白的性格完全是遗传了他父亲。 这父子俩真的是一模一样。 南方的拆迁价格, 南方经济有多发达, 北方怎么和南方比? 就说气候, 北方一年当中, 又差不多半年都是冬天。 往前十年, 冬天种不了地, 挖不了地基, 盖不了房子。 近些年, 也就是新型建筑材料出现, 才稍微好了一些。 不过, 除非是一些紧要工程, 否则冬天基本上都是停工的。 这块工地正在盖的, 是明年就要整体迁移过来的农肯大学新校址。 明年9月1日前, 一定要完成所有建筑的建设, 内部装潢, 校园绿化等等, 不能耽误新学期开学。 这是韩城从自然资源重工业城市, 向高新文化旅游城市迈进的最重要一步。 所以, 就算是大冬天的, 也照样要开工。 而且是不计成本的。 韩城市上上下下, 都是立下军令状的。 高局, 既然你已经来了, 想了想, 就要往工地里走。 等一下, 孙平安把高局给拦住了。 孙平安抢过对讲机, 高局不能一个人进入, 必须有人陪同。 不行, 乔白拒绝。 哟! 乔白, 你不会是怕了吧? 你们人手那么多, 人知那么多, 难道还怕我们高局带俩人进去? 郭鹏城, 腿还疼不疼啊? 想不想报仇啊? 高炳祥身为市局局长, 从仅30年以上的老警察, 立刻就明白了孙平安的意图。 激将法, 这是逼着乔白答应, 让孙平安陪同啊? 高炳祥知道孙平安的身份背景, 怎么可能允许这胖子以身犯险? 要是真出了什么事, 他怎么跟顶头上司老大哥交代? 可不等高炳祥开口, 乔白就做出了决定。 可以, 胖子, 你可以陪着高炳祥一起进来, 但是, 你不允许携带任何武器。 行, 就这么定了。 孙平安将对讲机丢给了王小斌。 孙平安, 你在胡闹什么? 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高炳祥瞪着眼睛, 怒喝道。 安了? 高局, 多大个事啊。 孙平安笑呵呵, 满不在乎地回答道。 你等着事情结束的, 我非处分你不可。 高炳祥怒道。 孙平安摘下警棍, 交给了身旁的警察。 他本想把刀套也摘下来的, 可好像周围的人都好似没看到他戴在手上的刀套。 难道说刀套, 他们都看不到? 孙平安暗想着没有取下刀套, 大不了一会进去, 把刀套收入系统储物栏就是了。 孙平安脱掉有可能妨碍他灵活性的外套, 和高炳祥走入了工地。 孙平安和高炳祥刚刚走入再见的大楼, 就上来了四个人。 其中两人拿着枪, 枪口指向了高炳祥和孙平安。 另外, 两人上来进行了搜身。 在搜孙平安的时候, 那个家伙明明已经摸到了孙平安手腕内侧的飞刀, 甚至还拉了一下刀套。 大老爷们, 这点冷都扛不住, 还戴个五指手套, 胖子不都不怕冷的吗? 孙平安, 好吧, 他现在确认这刀套的完整体只能他自己看到。 在外人的眼里, 这刀套就是一副平平无奇的五指手套。 孙平安和高炳祥被四人监视, 押送上了三楼。 25名人质被集中在了一个角落中。 除了身旁这四个犯罪分子之外, 对方还有三个人。 其中一人正是郭鹏成, 瘫坐在地上, 腿上被一条皮带捆扎着。 乔白是个身材普通, 容貌偏中性的男人, 手里拿着一个手工做的酷似第一代大哥大手机一样的引爆器。 乔白在手下陪同下, 缓缓走来, 停在了距离孙平安和高炳祥三米外。 第213章, 想揍胖爷? 想屁吃呢? 我是韩城市局局长高炳祥, 有什么要求, 跟我提。 只要你能保证人质安全, 在我能力范围内, 我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高炳祥采用的是缓兵之计, 就是先保证无辜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 至于抓犯罪分子? 呵呵, 没有了人质, 不需要投鼠忌器区区几个犯罪分子而已。 让你们先跑39米, 然后把我40米大刀拿来。 高局, 事情要一样一样做。 咱们的谈话, 放后面。 现在, 我要给我兄弟报仇。 彭成, 这死胖子, 现在是你的了。 乔白冲着贪坐在地的郭彭成大喊道。 郭彭成面露凶光, 在同伙的搀扶下艰难起身, 中枪的腿不敢落地, 因为只要稍稍一动就会钻心地疼。 一个家伙将手枪递到了郭彭成面前。 高炳祥面色一肃, 乔白, 你可要搞清楚状况。 你要是敢枪击警察, 那就是重罪。 那你之前所有的努力, 都化为泡影。 你的父母会因为刚才那番话, 以同谋的身份上法庭。 到时候就不是拘留, 而是坐牢了。 而你们, 原本仅仅是越狱, 劫持人质, 除了杀死狱警的人之外, 其他人并未造成严重后果, 最多就是加刑而已。 但是如果你们伤害, 甚至杀死了一名警察, 那性质可就完全变了。 不要忘记, 监狱也是我们警队的一部分。 想想看, 等你们进入了监狱, 会不会被当成重点关注对象? 到时候, 哪怕我们什么都不说, 难道狱警不会为他们的同事, 占有出气? 想要生不如死, 想要天天活在危险笼罩之下, 你们尽管开枪。 乔白并不是傻子, 他只是以自我意识为中心而已。 而且, 他也不想坐牢, 更不想过那种暗无天日, 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生活。 乔白严肃地对郭鹏诚道, 郭鹏诚没有丝毫犹豫, 就将枪还了回去。 然后, 从另一个同伙手中, 接过了一根手臂粗的木棍。 郭鹏诚一手抓着木棍, 在同伙的搀扶下, 来到了孙平安面前。 死胖子, 你他妈敢开枪打我? 老子砸死你。 郭鹏诚怒吼着, 举起了木棍, 朝着孙平安的脑袋狠狠砸了下来。 孙平安又不是假人, 还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下, 落自己脑袋上。 孙平安直接抬起一脚, 后发先至, 直接踹在了郭鹏诚裤裆上。 哦! 一声令男人闻者心痛, 听着裤裆一凉的惨叫声响起。 郭鹏诚眼珠子都差点从眼眶中蹦出来。 双手死死捂着自己的老弟, 惨叫着还不断倒吸凉气。 要不是有同伙抓着, 怕是已经瘫倒在地, 蜷缩着身体COS煮熟的大虾了。 你他妈还敢反抗? 一名犯罪分子将手枪顶在了孙平安的脑袋上, 恶狠狠地大声骂道。 孙平安不懈地看向对方, 开枪, 看你胖爷我会不会眨一下眼。 乔白怒视着孙平安, 但还是理智地发出了命令。 放下枪。 犯罪分子气鼓鼓地重重一跺脚, 放下了枪, 并且后退了两步。 乔白走过去, 从手下的手中将手枪接过, 然后调转枪口, 朝向角落中聚集的工人们。 砰砰砰砰砰。 乔白连续扣动扳机, 慌乱无比的惊呼声响起。 枪口是朝上的, 但是因为这是半封闭空间, 一颗跳弹击中了一名工人。 这名工人发出了惨叫声, 孙平安立刻扭头看去。 这名倒霉的工人胳膊中弹, 因为是跳弹, 伤害不大, 但肯定特别疼。 你敢反抗, 我就开枪, 要是谁运气不好中枪了, 那就只能怪在你的头上了。 乔白得意地对孙平安威胁道。 孙平安深呼吸一口气, 直视着乔白。 一名犯罪分子冲了上来, 一脚向着孙平安裤裆踹去。 孙平安一个侧身, 这孙子用尽全力的一脚, 直接踹了个空, 瞬间失去了重心。 直接来了个一字马。 显然, 这孙子之前没练过跳舞和武术, 腿不韧带没开过。 郭鹏成是被踹了蛋, 这哥们直接扯了蛋。 哥俩同命相连啊。 乔白差点没被手下给气死, 冲着孙平安怒吼, 不许反抗, 也不许躲。 孙平安无所谓的耸耸肩, 系统就没啥能抗揍的吗? 孙平安暗问道, 无提升抗击打能力装备, 无提升抗击打能力药剂。 友情提示, 当吃油体术练到一定程度, 就算是狙击枪子弹都打不脱皮肤。 孙平安暗暗翻了个白眼, 狗系统, 你压把未来的事情, 拿到现在说, 又有个毛用。 将来的吃油体术, 能让胖爷现在挨揍不疼吗? 既然不能反抗, 也不能躲闪, 屁,胖爷可是一名代表正义的警察, 对方是一群躲藏在鹰沟里的臭老鼠。 想打胖爷? 你们是在想屁吃? 还不如赶紧洗洗睡了。 梦里? 啥都有? 乔白? 给你个忠告, 放弃抵抗, 乖乖投降。 你还有活路可走。 如果你继续执迷不悟, 负于顽抗, 等待你的将会是法律的严惩。 你现在还有回头路可走, 不要把自己的人生路给走绝了。 孙平安说完后, 看向乔白的同伙。 还有你们这些社会的垃圾, 你们爹妈要是知道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 会不会特别后悔, 当初怎么就不把你们射墙上? 或者生下你们之后, 把你们给人倒毁灭掉? 直接把胎盘养大, 难道不好吗? 虽然可能是个没脑子的白痴, 也比养出你们这种垃圾, 废物, 祸害, 人渣, 要强无数倍啊。 对了, 那个, 对, 就说你呢? 孙平安对站在人质边上, 手里拿着一把枪的犯罪分子叫道。 你说你长得, 哎呀妈呀, 真他妈磕尘。 你长成这样, 你爹妈不伤心吗? 你说每个人都有五官, 为啥你的五官凑得就这么奇特呢? 喂? 你小时候, 有没有人说过? 你长得特像地外生物。 卧槽, 抱歉, 可能你的文化水平, 根本听不懂啥叫地外生物。 就是外星人, ET, 怪物, 懂不? 孙平安这番口嗨, 直接激怒了这帮犯罪分子。 乔白大怒, 给我上, 打, 往死里打。 乔白一声令下, 除了郭鹏成和那个扯到蛋的倒霉蛋之外, 其他犯罪分子全都红着眼, 嗷嗷叫着向孙平安冲来。 孙平安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以乔白为首的犯罪分子, 为啥有恃无恐? 第一是, 他们手里有遥控器, 只要按下一个按钮, 轰。 第二个是, 他们手里有人质, 只要向那些人质开枪, 不用瞄准都能轻松射中。 如果没有这两点的话, 他们算个屁啊。 孙平安为啥要将所有犯罪分子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 就是为了先解决掉第二点。 人质只要暂时的安全, 对他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你们敢! 高炳祥大怒, 上前一步挡在了孙平安的身前。 可是下一秒, 高炳祥感觉腿弯一痛, 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 当他跪下的同时, 惊骇地发现, 一把飞刀扎在了乔白的手掌边缘位置, 那根虚暗在引爆器上的大拇指 已经被飞刀斩断了。 同时, 一把飞刀刺入了乔白的眉心, 开始! 第214章, 高炳祥, 我留了俩活口啊。 高炳祥猛地转身向后看去, 只见孙平安那胖乎乎, 本应该显得非常笨拙的双臂, 竟然快速挥舞起来。 那双如同熊掌一般的胖手中, 就像是变魔术一般, 不断出现一把把造型特别漂亮, 却没有丝毫反光的飞刀。 飞刀出现, 随着手臂的挥舞消失。 在空中, 竟然看不到一丁点的飞行轨迹。 就好像上一秒出现在手中, 下一秒就从手掌中消失。 再次出现的时候, 高炳祥似有所觉, 再次猛地扭头看向周围。 一把把飞刀, 宛如凭空出现一般, 神乎奇迹般, 准确地刺入冲上来的犯罪分子眉心。 这些犯罪分子还保持着冲势, 却在下一秒, 齐齐扑倒在地。 速度之快, 就连持枪之人都没来得及将枪口调转个方向。 卧槽! 高炳祥被惊得爆了粗口, 见过警察开枪击毙犯罪分子的, 还是头一次见到有警察使用飞刀杀敌的。 关键是, 这他妈也太准, 太狠了吧。 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 全灭啊。 孙平安, 你逆逆, 你为什么不留活口? 高炳祥怒道, 呃, 我留了呀, 那不是还剩俩吗? 孙平安指着一个方向道, 高炳祥下意识扭头一看, 呃, 确实, 孙平安还真留了两个活口, 一个郭鹏成, 一个扯到蛋的家伙, 这倒霉哥俩, 刚才还生死力竭的惨叫呢。 现在, 被孙平安无边杀意的雷霆手段, 惊吓得连痛呼声都不敢发出, 生怕下一秒, 自己的眉心多出来一把飞刀。 孙平安憨笑着, 走过去将飞刀从犯罪分子的脑袋上拔下来。 卓越品质的飞刀果然不凡, 都扎进脑袋了, 拔出来的时候就跟从豆腐里拔出来一样, 那叫一个顺滑无阻。 而且, 飞刀的刀身没有沾染一丁点的血污。 俩蛋疼的家伙, 差点没被孙平安轻描淡写的收刀动作给吓尿。 杀了他们这么多同伙, 竟然还是一副风淡云青, 轻描淡写的样子。 就好像, 刚刚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样。 这种猛人, 凶人, 他们现在都想骂死的不能再死的乔白。 你压傻逼吧。 啥破计划? 坑爹呢? 你, 哎呦, 高炳祥想要说些什么, 却发出了一声痛呼。 咋了高局? 孙平安有些疑惑, 刚才这些犯罪分子也没机会开枪啊。 难道自己踹高局腿弯的一脚, 把高局给踹伤了? 刚才扭头动作太快, 幅度太大, 脖子扭到了。 孙平安, 领导, 我给您按按, 放心, 我做推拿绝对是专业的, 保证手到并除。 孙平安舔着脸上前, 伸手在高炳祥脖子上揉捏起来。 高炳祥刚开始还想骂孙平安两句, 可手一上脖子就立刻感觉到了舒服。 嗯, 稍微大力一点, 远处的特警通过狙击枪瞄准, 看完了整个过程都不知道说啥才好了。 四个狙击手, 一枪没开, 都已经准备冲进去的两支特警小队, 一步没迈。 开枪? 他们也能见到犯罪分子才行啊。 危机解除, 进场。 剩下的事情就是清理现场, 找出乔白埋射的炸药了。 乔白的父母见到自己的儿子尸体被抬出, 哭得那叫一个生死历劫,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后悔。 如果没有他们撒泼打滚耍无赖, 是不是就不会有后面这些事情? 他们更不会失去自己的儿子了。 凭借拆迁补偿款, 以及配套补偿的房子, 他们本可以一家团聚, 富足过一生的。 根本就不会白发人送黑发人。 不过, 孙平安估计, 他们是不会后悔的, 只会去怨恨警方, 怨恨杀掉了他们儿子的胖警察吧。 乔白倒是没有欺骗警方, 他是真的在附近的工地安放了炸药。 可惜, 他做这些的时候并没有瞒着手下。 所以, 在两个蛋疼的倒霉鬼指认下, 炸药全都被找了出来。 当高炳祥听到汇报后, 后怕不已。 如果乔白真的按下了引爆器, 四个工地人员损失巨大。 而且, 工地算是彻底废掉了, 还要全部拆除重建, 那耽误的时间可就长了。 孙平安, 暂时停职, 明天早晨, 我要在办公室看到你的全面详细报告, 听到了没有? 高局在上车前冲着孙平安吼道。 是, 高局。 孙平安立正敬礼。 等到高局离开后, 景贤冲着孙平安招手。 孙平安, 跟我一车回派出所。 王小斌送给孙平安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 招呼人上车。 孙平安上了景贤的车, 看着这辆普普通通的黑色民用轿车, 很是疑惑。 你那辆拉风的小跑呢? 景贤狠狠地瞪了孙平安一眼。 还不是你个死胖子, 把我的小跑拿去撞越野。 孙平安撇了撇嘴, 你咋不说我开着车, 还救了你的命呢? 景贤一想起那天晚上在车内发生的事情, 就禁不住脸红害羞。 闭嘴, 你那是救我的命吗? 难道你没坐在车里? 你还好意思提, 那可是, 我最喜欢的车, 从京城特意开到韩城来的。 结果差点撞报费了。 孙平安吃了一声道, 那不是还没撞报费吗? 修修不就得了, 咋的, 你不会是准备让我掏修车费吧? 还修个屁, 我爹直接派人来, 把我的车给卖了。 关键是, 卖掉的钱, 被我老妈收走了。 车没了, 钱没了也就算了, 我还被我老爹一通臭骂。 说我一个国家公务员, 一名载职警察, 竟然开这么好的车, 影响警察轻正连接形象。 那辆车, 是我用攒了这么多年的压碎钱, 还有我抓通缉犯拿到的奖金买的。 我的钱都是清清白白, 干干净净来的, 不就是因为没钱修车, 管我妈要点钱吗? 你说, 是不是怪你? 孙平安明智地选择了闭嘴, 争辩? 和一个委屈, 愤怒的女人去争辩, 那才是脑子坏掉了呢。 说话啊, 景贤可不会就这么轻易放过孙平安。 哦, 那个, 其实, 我觉着吧, 这辆车也挺不错的。 孙平安硬憋出来一句话, 好, 好你个大头鬼, 你给我说清楚了, 这辆车比我那辆小跑好在哪里? 说不出来, 老娘今儿的撞树, 拉着你一起死。 景贤怒吼道, 孙平安挠挠头, 急中生知道, 这辆车维修费便宜啊, 就你这种马路杀手, 指不定以后要修多少次车呢? 这不是给你省不少钱吗? 景贤, 死胖子, 老娘我跟你拼了。 第215章, 我会得多着呢。 景贤气鼓鼓地冲进北桥派出所。 景所, 我去。 王小斌先到一步, 本想和景贤打个招呼, 准备下班的, 可看到景贤的额头, 以及气鼓鼓的样子, 很明智地选择地缩到了一旁。 景贤冲进办公室, 重重地降门摔上。 啥情况? 王小斌猛逼了, 孙平安晃晃悠悠地走了进来。 斌哥, 晚上我值班吧? 正好还要写报告。 胖子, 景锁啥情况? 砸脑门上一排包? 这是准备COS释迦摩尼吗? 下班时间, 称呼就没那么正式了。 孙平安撇了撇嘴道, 这娘们在车上张牙舞爪的, 我能惯着他那大小姐脾气。 跟谁俩呢? 就随手给他脑门来了几个脑瓜崩。 卧槽, 都弹出来一排包了。 你那叫随手, 多大个愁, 多大个愿啊。 王小斌都快无语了, 他先动手的。 孙平安里直气壮道, 他又不是我女朋友, 我惯着他那臭脾气。 下次再敢跟我动手, 我直接拿皮带把他给捆了, 吊起来揍。 那你弹两下得了, 为啥弹紧锁脑门一排包啊? 我有强迫症, 看着不对称浑身难受, 所以就多弹了几个。 王小斌叹息一声, 冲着孙平安竖起了大拇指。 你小子, 有。 胖子晚上值班, 晚上值班人员自己商量一下, 减少一个, 不算传班。 王小斌的命令, 立刻让值班人员欢呼不已。 这等于是孙平安帮着白顶一个大夜班啊。 至于谁休息, 无所谓了。 这胖子一个月, 除了排班需要值班之外, 至少还要多值七至八的大夜班, 迟早能轮到。 对了, 有没有人来找我? 身材普通, 单眼皮, 男的? 孙平安这才想起来, 他没见着东北周杰伦啊。 胖哥, 我哥这儿呢? 临时积压室里传来了回应。 哦, 你咋跑那儿待着去了? 孙平安惊讶地问道。 周杰从临时积压室里走了出来, 不好意思道, 我不太舒服, 就只有那里能躺着。 所以, 我先带你去吃饭, 晚上就开始给你治疗, 放心, 保证你能睡个安稳觉。 孙平安搂着周杰的肩膀, 向外走去。 胖哥为啥眉飞色舞, 一副很得意的样子。 哎, 你们说, 锦锁这样的大美女, 分明是对胖哥有意思, 可胖哥为啥每次都不假词色? 难道说, 胖哥喜欢? 来人? 王小斌听着警员们的讨论, 呵斥道, 别他妈瞎扯犊子, 你们知道胖子女朋友谁吗? 众警员琪琪愣了一下, 又琪琪摇头。 原事局内务布二科科长杨云, 灭绝失态? 众警员惊了。 杨云的名头, 放外面可能听过的没几个, 毕竟主演的电视剧刚刚上映没多久, 而且警匪题材, 受众群体并不像偶像剧那么大, 所以名气还没显现出来。 不过在寒城警界, 杨云的名头, 那真的是从基层民警, 到市局刑警, 到市局的头头脑脑, 真的是如雷贯耳。 甚至, 有些民警可能不知道市局局长是谁, 但绝对不可能不知道身材超火辣, 长得超好看, 性格超冷的灭绝师太是谁。 喝醉烈的酒, 泡醉酷的妞, 胖哥果然真难啊。 周杰虽然饱受强制性脊柱炎的折磨, 可身体的疼痛, 也抵不住肚子饿啊。 那吃相, 都把孙平安给看待了。 当然, 孙平安的食量, 也把周杰给吓到了。 这尼玛还是人吗? 四个烤羊腿, 五十串烤羊肉串, 五十串烤牛肉串, 周杰都担心下一刻, 孙平安会被撑死。 吃过晚饭, 买了一大堆中草药, 又买了煎药的工具。 孙平安这才带着周杰回到了北桥派出所。 两副药, 一副内副, 一副外副, 再加上一套推拿。 周杰趴在孙平安的单人床上, 都不知道啥时候沉睡过去的。 孙平安给周杰盖上了被子, 这才回到了大厅中, 开始了直大夜班。 今天工地大事件, 警方的行动也极大的震慑了那些萧小。 这眼瞅着都快九点了, 愣是一个报警电话都没有, 那叫一个闲。 孙平安的手机铃声响起, 掏出来一看来点显示为老婆, 孙平安立马接通了电话。 老婆, 我值夜班呢, 放心, 晚上贼心, 已经开始筹备了。 还是张导当导演, 那你跟张导说一声, 主题曲我来搞定。 不就是写一首歌吗? 你老公是谁啊? 我会的可多了, 那真的是, 进的厨房, 出的厅堂, 治得了病, 抓得了流氓, 这么说吧, 除了生孩子不会, 基本上都会。 嗯嗯, 我也想你, 下周末你过来。 啊, 太好了, 我爱死你了, 那么大。 孙平安的甜言蜜语, 柔声细语, 弄得其他三名值班警察, 不住侧目。 当然, 孙平安喜欢, 男人的传闻, 也不攻自破了。 孙平安挂断电话, 走过去抓起遥控器, 把临时鸡压式的电视频道换了一个。 正好是杨云主演的那部电视连续剧。 看电视, 两辈子都没这爱好, 只不过是为老婆大人的电视剧, 提升一点收视率而已。 回到座位, 孙平安摆上纸笔, 先把《公》的主题曲《爱得公养》的词曲搞定。 至于这次的详细行动报告, 后面排队曲。 写了大半宿报告, 孙平安困得眼皮子打架, 不知道啥时候趴桌子上睡着了。 登登登, 弹吉他的声音, 把孙平安从睡梦中吵醒。 听起来还挺熟悉的。 孙平安猛地支起身子, 这不是《爱得公养》的曲子吗? 再一看, 周杰精神奕奕地坐在等候区, 正照着朴子弹吉他呢。 杰伦, 不疼了。 孙平安走到周杰身旁问道, 胖哥, 我叫周杰。 周杰纠正道, 知道了杰伦, 好的杰伦, 身体舒服了。 周杰无奈暗叹一声, 激动道, 胖哥, 你的医术实在是太牛了。 我自从发病以来, 这些年了还是头一回睡得这么香, 这只是开始而已, 等彻底给你治愈了。 你以后就再也不用受强制折磨了。 第216章, 命运的齿轮开始旋转, 周杰听到孙平安的话, 有些疑惑。 胖哥, 我已经感觉不疼了。 这不已经治好了吗? 孙平安这才想起来, 昨天没来得及跟周杰好好介绍整个疗程, 周杰就已经睡过去了。 这才仅仅是刚开始, 缓解你的疼痛。 因为是第一次使用, 所以效果是最好的, 会令你产生已经完全治愈的错觉。 实际上, 根本就没有那么容易。 除了每天早晚喝药之外, 每天中午和晚上还要各做一次推拿, 晚上睡觉前还要敷上膏药。 你还要跟我学一套体术, 每天早晚都打一遍。 坚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彻底治愈。 周杰并没有因此而沮丧, 反而更加激动了。 虽说昨天他在医院的时候, 就从孙平安的口中听到了一个月治愈的话, 但是昨天晚上的治疗, 让他真切地感觉到了永久告别强制折磨的可能性。 胖哥, 您放心, 我一定能坚持下去。 周杰认真地保证道, 孙平安发了个白眼道, 我费这么大力气, 你要是敢半途而废, 我弄不死你。 对了, 杰伦, 这首歌咋样? 我写的。 孙平安问道, 我叫, 我知道你叫周杰, 不用重复提醒我, 赶紧的, 问你话呢, 给个评价吧。 杰伦, 周杰, 服了。 这首歌, 周杰纠结着, 不知道如何开口。 你这副便秘的表情是啥意思? 孙平安瞪着眼睛问道, 没啥没啥, 这首歌特别好听, 旋律特别优美, 简直就是别扯犊子, 说实话。 周杰哭丧着脸道, 还行, 凑合, 能听, 勉强及格, 一般般。 孙平安, 我让你说实话, 没让你说大实话, 就不知道加点美化词。 胖哥, 你为啥不用五线谱啊? 周杰疑惑地问道, 用简谱写歌, 从他开始学, 作曲开始, 还是投一回见? 不会。 孙平安理所当然地回答道, 不会。 胖哥你都会写歌了, 虽然不会五线谱。 咋的, 有哪条法律规定, 写歌一定就要用五线谱了。 我就用简谱, 咋地, 谁不服, 让他来找我, 看胖也我不弄死他。 不会五线谱算啥。 上一世, 孙平安还知道一个写了上百首歌, 而且有不少歌都特别好听, 流传甚广的词曲家。 人家连写简谱都费劲, 啥乐器都不会, 写歌纯靠哼哼。 周杰, 用简谱也挺好的, 没有声乐基础的人, 也能够自己琢磨着哼出来。 周杰, 我想说实话, 但是, 我不抗奏。 忽然, 周杰想到了一个事情。 对了, 胖哥, 说起来, 用简谱写歌的人还真不止你一个。 你不是这个圈子的人, 不知道音乐圈发生了一件特有意思的事情。 大厦歌曲版权网上, 前段时间上传了三首新歌, 旋律歌词都是上上之选。 版权网不是有不少音乐人吗? 他们会对每一首新歌进行打分, 然后网站会按照打分进行排行。 那三首歌在前十里面占了仨位置, 贼牛逼。 关键是, 这三首歌全都是用简谱写的, 愣是让一帮音乐圈大佬献给翻成了五线谱。 哪三首歌? 孙平安觉着, 命运的齿轮开始了旋转。 可爱女人, 龙卷风, 心情。 周杰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别人啥感觉不知道, 反正我听了之后, 哎呀妈呀, 我感觉这三首歌, 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样。 我听朋友说, 有好几家音乐公司都打上这三首歌的主意了, 都想把版权买下来, 用来捧新人也好, 大家没留下联系方式, 虽然留了名字, 却是个笔名。 这帮音乐公司的找人都快要找疯了, 孙平安欣慰地拍了拍周杰的肩膀。 谁说这小伙子不会称赞别人的, 这不是称赞得挺好的吗? 你喜欢? 那就给你唱好了。 孙平安笑道, 我倒是想了, 可胖哥你不知道大厦对版权的保护有多么夸张, 我私下唱没啥, 要是敢公开唱, 发唱片, 甚至在网上唱, 第二天就能被罚得倾家荡产。 没事, 我说你可以唱, 你就放心大胆地唱。 胖哥, 警察也不能执法犯法呀, 武力威胁是要不得的。 孙平安翻了个白眼, 胖爷不想装逼, 你却非要逼着我装逼呀。 那三首歌的词曲作者叫啥? 孙平安问道, 叫, 两个字, 叫啥来着? 胖, 胖子, 周杰想了半天才想起来。 没办法, 谁让这个词曲作者就跟忽然冒出来的一样, 之前根本就没有作品, 一点也不出名。 更何况, 除了专业的音乐人, 谁会去关注一首歌的词曲作者啊? 周杰忽然愣了一下, 胖子, 胖子, 胖哥, 这三首歌不会是你写的吧? 周杰惊讶地叫道, 就是我咯, 你就是那个胖子, 周杰叫道一半, 看到手边放着的爱得供养, 只感觉牙疼。 这音乐风格, 质量, 跨度也太大了, 难道就不怕扯到蛋吗? 我写的, 你放心唱, 反正这一个月, 你闲着也是闲着, 也没啥地方可去, 找地方把三首歌录出来, 回头我帮你联系一下音乐公司。 哦, 胖哥, 咱韩城没有专业的录音室, 只有玩票性质的, 而且收费贼高。 收费高? 能高到哪儿去? 录一首歌最少五百块, 如果整专业点, 要聘请专业的编曲, 录音, 混音, 就是制作人的话, 一万块都打不住。 卧槽, 这么黑, 抢钱啊。 行了, 这事你甭管了, 我来搞定。 孙平安想了想到, 孙平安别的没有, 但是他还没有花钱的地方。 正好下周大秘密要来, 如果有个录音室的话, 顺便还能把爱的公养给录了, 以后还能当个KTV包厢用。 这不是一举多得吗? 所以, 孙平安决定自己搞个专业的录音室好了。 至于设备啥的, 他没录子。 难道小救任飞还能没有录子? 任飞快要忙疯了, 可再怎么忙, 对孙平安的要求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不到一个星期, 在北桥派出所后面那条街上, 一栋三层小楼一主。 录音室经过专业的装潢之后, 设备入场。 当周杰走进录音室, 看到各种设备后, 整个人都惊了。